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让我们听起来比较棘手的问题 首先登场的是一位先生 他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掌声有请 先生您好 你好 请到这里来 看您穿得非常的精感 今天为什么而来 今天是关于我父亲所有财产被保姆 洗劫一空 二百多万只剩下一毛三 一毛三啊 对 您父亲的二百多万被保姆打劫一空 或者叫洗劫一空 洗劫一空 您确认吗 咱不能冤枉别人 我绝对不冤枉 您确认这个取钱的人是保姆吗 是保姆 银行给我打出单据来了 我这里有银行打印出来的所有单据 赚到他的卡上了 这个钱由你父亲的账上转到他的卡上了 对 那凭什么呀 我现在想问问他凭什么 自己反思反思吗 那您是您父亲的第几个孩子 第三个孩子 您父亲一共有几个孩子 三个 您三个孩子跟父亲关于近吗 我最近 您跟父亲关于最好 是 那您怎么就没预防着点这事呢 怎么能让存折放到保姆手里呢 原来这些钱有一部分是做理财用 后来玩了这个保姆 就用我父亲的卡转到他的账上去了 但是存折上永远是200多万 哦 也就是说 其实你们不知道 是 包括老父亲也并不知道 对 我能看一下您从银行打印出来的单子吗 可以 这个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 就说因为这件事情我们一听 有点有备常理了 这个就剩一毛三了 我手里呢 有 工赏银行的几张账单啊 这个账单上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去银行办事 我们会签一个名字 在下面 最下面这个地方 的确签的是夏女士的名字 这个是转账金额32万 这个是一万 这个是属于取款 这个是转账金额38万 对吧 您可以看一下陈律师 也就是说 您从银行现在拿到的证据 确实 爸爸的这些钱都被一位姓夏的保姆 给转走了 是 请问这位保姆在你们家是刚来的吗 他工作了有将近十年 98年三月份去的 那也就是说是一个老家政府员了 对 对吧 是 将近十年的时间 那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 其实父亲对他很信任 是这样 你们对他也很信任 是这样 但是你们完全没有想到 他会背着大家悄悄把这钱取走 是 当你看到这个的确我看到银行最后的一笔啊 这里的确剩下的是零点一三元 一毛三元的时候 是 你惊诧吗 说句实在话 我欲哭无泪 因为什么 我爸爸是离休老干部 住院住了一年多 这个保姆在今年的5月1号提出辞职 我看他取钱是什么时间 我看一下 哦 5月1号提出辞职的 对 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取钱的时间是2013年2月21日 那也就是说 依您的判断 他是把钱都取走了之后 做好了一切打算之后 然后才辞职的 是 也就2月21号 那么也就是说到4月30号 如果工作 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是 他把这事都处理完了 是 他留下一毛三分钱 他觉得该辞职了 对 好 不说 下边呢 他辞职的时候 你们才知道这些事的吗 不是 因为我父亲在燕郊租的房子 房东呢 原来家里边的财务 我不过问 这时候的燕郊的房东 找到他要房租 他不给 现在呢 就转到我这来了 8000块钱的房租 从今年2月份 我是他的儿子 那你必须得交啊 我必须给 就重新签了租房协议 包括到现在 都是由我付的房租 那我特别想知道啊 既然这样一个情况 爸爸 您说爸爸是一个离休干部 对不对 老干部 我觉得他应该工资不低吧 起码得有三五千块钱吧 有5500块钱 大概 那这5500块钱 是你在拿着吗 现在 从5月1号以后 我在拿 那之前呢 之前有这个夏云管 那你也就是说 他拿走的钱 不仅仅是存折上的 这200多万了 对 一个月5000 大家想想一年呢 5500啊 一年要六七万块钱 一个老人家生活 需要这么多钱吗 我父亲很简朴 那我想知道 是不是这5000多块钱 付了他的保姆费了呢 保姆费这一块 是由我父亲定 我到现在不清楚 凭良心说话啊 那也许人家认为 我拿这200万 是我10年的工资呢 可以啊 嗯 你10年工资 你有什么依据 就是拿200万工资呢 嗯 对吧 我再多说一句 我爸爸说 那没钱没办法 那我说 你的钱哪去了 要交房租哈 只能上工商银行 请工商银行的工作人员 到我爸爸住院的地方 病床前 我爸爸亲自委托 工商银行的人 让我去查账 好 查出来了 家里边有200万 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200万是一笔巨款 而这200万 从工商银行的 这个账面上来看 是被一位姓夏的女士取走了 上面我看到了 夏女士的身份证号码 跟我们今天来到 现场的这位嘉宾的号码 是一样的 那也就是说 就是这位家政服务员 他取走了这些钱 那他为什么要取走这些钱 他取走了 为什么还敢来呢 石刚老师 你听这一件事 第一感觉是什么样的 难以置信 陈律师 的确这个生活中 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但这个事情做的 迪迪就确让我们 难以置信 怎么会 这么一个巨款 就剩一毛三了 然后把这个一毛三的折子 交给人家的亲属 那现在爸爸因为生病比较严重吗 本来这两百万是给他养老的 对不对 是 我相信你们做儿女的也没指着要怎么样 对不对 要给他养老 但现在的问题是养老前不亦而非老 是 孔曼 不可思议 不合常理 马老师 我听到这儿啊 就一个词 贪得无厌 如果这个家庭滑走十万 我估计这个大哥根本就不可能发现 但这么多 就剩一毛三了 真的是那词 贪得无厌 王老师 如果这位阿姨没来 那就有可能是欺骗行为 甚至可能是诈骗 如果来了 那也许就有更复杂的原因 但是现在我们仅仅听了个开始 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 好 那先生 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能不能先给一点时间给夏女士 让她讲讲她的理由 我特别希望她在讲她理由的时候 您能认真听 好吧 麻烦您拿上您的东西 休息一下 好 我现在再说一 说一句话 这些签字 第一不是夏云的 第二不是我父亲的签字 我都有证明的 那为什么不是夏云的呢 我不知道 那是谁的呢 但是账号 钱确实转到她身上了 那不是她签的字是谁签的 有第三者 第三者是谁 我觉得是他们家族里边的人 您确认这个签字不是夏女士的吗 我这有证据 有她签的字 那您觉得这是一个诈骗行为了 绝对 确实证据是钱是被夏女士转转走的 转到她账户上了 但是具体怎么转的 为什么要转等等等等 还是一个谜 是 休息一下 谢谢 这边 这边 掌声有请夏女士 您好 小云台阶 您好 您好 陈女士 您好 陈女士 您好 刚才我想先问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钱是您转出去的吗 不是 钱是谁转出去的 是老人家亲自转的 老人家转为什么不写他的名字 写您的名字 老人家签并写的他自己的名字 不可能我刚刚看到的是您的名字 上次我看见的是确实是在派手里 确实是老人签的名字 我刚才我亲眼看到的是您的签字 上次我看见是老人亲自签的名字 在派手里看着他出的证据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 现在我拿到签字是谁的 那个我都不知道了 不知道他在哪儿做的 不是在哪儿做的 这是工商银行出具的证据啊 是带了工商银行的章啊 那我一个字都没签 我跟你说 这回纳台的账号是到底家 说实话 他那200万 两年之前他已经都处理好了 不老人 这个钱是给您了吗 给我了 但是一部分 那不就得了吗 不是还是给您了吗 是 我说那个老人亲自转的 老人亲自转的 对 这就是瞎说了 最后一笔是今年的2月21号转出去的 2月21号转的那个是工资本 我们是作为生活需要用的 不管是谁转的 是转到您的卡里了 对吧 转到我的卡里 我刚才看到的工商银行提出的证据 这个钱200多万 其中有应该有76万是直接转到您的卡里的 没有 所以这位女士 今天没转过钱 两年之前已经他都安排好了 他自己转的 他就说瞎话 转给您多少钱 把钱两年之前就给你了 已经给我了 在他看来是给他了 因为我照顾老人十多年 15年 整15年 他刚才说10年 98年3月份去的 到今年都是15整年 他真正去是02年 15年 我没要他一份工资 我不是说去当他保姆去了 我是去看见老人家没人照顾 因为老人也帮过我的忙 对不对 您是去做好人好事去了 对了 我去帮他 他没人 他在往自己脸上贴金 那您姐要做好人好事 干嘛还要拿人家钱呢 因为在十几年 我也有癌症 我要治病 做放疗化疗 这些老人都 他都觉得这么些年 一份都没有 都感谢我 没钱呢 没钱 然后就那一套房子 然后是 他那儿子 闺女也抢房子 老人一看 这都没得说的了 这不是您签的字吗 我没写的那么好的字啊 好 那我就想问了 从王先生账户里 转到您的账户里 这钱 难道您没签字 这是 这个是老人写的 这是老人家写的 亲笔写 这个也是老人家亲笔写的 这个是我签的 您刚才不是说 您没签字了 2010年 对 我都说了 两年之前已经把事办完了 在两年过后 一直没动过他的钱 是 您的钱都转走了 两年之后 怎么能再动他的钱呢 是啊 都没动过 他说那 我刚才问您 我说 这一个38万 又一个38万 慢慢钱都转到您的账里了 你说没有 那现在就是您确认是有的 有 老人一共 一共给您转了多少钱 一共转 那是 170万 170万 都给您了 对 您拿这钱干嘛了 他是想把房子给我 想把房子给我 不是那会儿去做公证吗 没去 陈女士也知道 我也找过他 然后 他那儿子 闺女 都要厂房 就搬着来住来了 老子 你看 照顾我15年 分为位群 我老怎么信你啊 我都不用信 他说 那我就不理解了 这位大姐 这里面有一个逻辑行不通 您如果说 您就照顾了两个月 三文位去 我是相信的 但如果您说 您在那待了十几年 老人家一分钱没轨过您 我还真不信 因为什么呢 这不符合常理 持住肯定是 他掏钱 那当然 但是现在我问的是 您难道15年来 一分钱不给您 您有没什么图 您会在那照顾 对老人吗 刚开始 那又不是个亲爹 对了 就是这么有意思 刚开始根本都没想到 要待那么长时间 因为前几年 我去了会儿 因为都是跟他做做饭 洗衣服 我也得上班 对吧 一再说话 一再说话 然后我得 您通过什么渠道 认识这位老人家的 朋友吧 朋友 朋友姐 您单身吗 我不 儿女都有 我是一个老乡 然后我等我们老乡上去 他们老乡跟那个老先生 是朋友 然后去呢 这不都认识了吗 刚开始就说 老先生说能认识一个大学里一个老师 说能把那个孩子都在大学里去上课 上学 然后我都跟我大姐打个电话 我说你那 我在那儿有个王老先生 我说他那个学校有人 我说你那孩子能不能跟人来上学 当时其实您最初的想法就是他帮您的孩子上学 对吧 然后您去照顾照顾他 对 照顾照顾他 2008年 2008年 做第二次 手术 您 王老先生怎么提出来的 您讲一下这个细节 因为我们要说服他儿子吗 因为我要做放疗化疗吗 嗯 因为都转在肺上了吗 嗯 您生什么病了 我是那个甲状腺癌转移的肺 嗯 然后呢 他就说那个 你老了 你有没有医保 我也没医保 嗯 我也没有那个家 就说那个没有房子 刚开始想把房 我说不要房 我肯定不会要房子呢 我说我要你房子 看完我来的时候 我怎么打算要你钱 有没有图回报 嗯 就把你当亲父亲似的了 你也把我当亲规律似的了 我们相对的特别融洽 我们家里人 也是都特别支持我 说岁数大了吧 谁没个老呢 嗯 照顾他也是 你说当然了 是不是咋也没什么事 就我老公那儿上班 我都照顾照顾他 你说过呀 我这一远路都看过 我都帮帮你家过去 也就是说您的丈夫 是非常支持您 对 去照顾这位老人家 是 然后您常年住在老人家家里 那您丈夫住哪儿啊 我丈夫住他们单位 休息的时候去一下 老人家也知道你有家 有啊 我呢 我们孩子那个 什么时间老人家提出来 要给你这么多钱 08年过后 嗯 第二次手术不是要放疗吗 然后老人主动提出来的吗 对 他说我死了 我都闭眼了 我跟你 我都死了 我都闭眼了 嗯 你知道我这么多年 我那儿女 这15年来过几次了 数都数得轻 她那闺女都来过最多五次 这15年 她那大儿子 我都讲过两次 还在医院 嗯 小儿子来的多一点 小儿子来的多一点 没有 我们都是很孝顺的 2008年的时候 老先生主动提出来 要把钱给您 对 他给我写了个协议 服养协议 一阵服养协议 嗯 叫我把他养老送中 他都没依靠了 好 别着急啊 我在想 在我们读这个养老协议之前 我想问您 刚才一上来 我问您 钱是给您了吗 您失口否认 没有 没给我 不是 您说是2001 没有 我问 您一上场的时候 2月份吗 不 您一上场的时候 我没有带任何时间 那我都记错了 时间信息 我只 我问您第一句话 就您上场 我问您第一句话 就是钱给您了吗 你说没有 然后我又说 在我们看到这个账单上 有两笔 一笔38万 嗯 两笔都是38万 一共76万的钱 是转到您账上了吗 您又说没有 那么当我拿出了这个 就工商银行 签的东西 2010年之前 然后我问您 那字是您签的吗 您说确实不是您签的 可是当我把这个单子 拿到您面前的时候 您又承认 那字是您签的 所以这位大姐 您现在呢 可能外面人给你的压力也比较大啊 您自己有点自相矛盾了 今天在看到 所以他措手不及 就您还不如 痛痛快快说 是 钱就是我拿着了 您是不是不知道 他手里有这些东西啊 我知道 我看过 您看过 对 因为他说是2012年之后 我都没有没签过 因为2011年之前 我签过 他理解成是 他自己亲自把这个钱转到他那了 他这么理解 他说他不是 他强调的就是老人家自己亲自转的 嗯 对对对对 他是可能听成这样 是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是呃 王老先生给您写的一个呃 宜赠抚养协议书 对吗 这是王先生主动写的吗 我可以大概读一下内容吗 可以可以 宜赠方 王老先生 男80岁 汉族 这是2010年的时候啊 北京海淀区人 有子女三人 现住海淀区什么什么什么地儿 抚养人 夏女士 45岁 汉族 河北省 河北人 现住什么什么地方 要就 他们俩现居住的地方 是一个房间啊 当事人 呃 王先生 与夏女士 为干亲关系 因 王先生年老多病 生活上需要人照顾 夏女士自愿承担 照顾老人的义务 直至老人去世 为了明确双方权利 义务关系 今 共同商定达成以下协议 一 王老先生 随 夏女士 共同生活 在王老先生 有生之年 由夏女士负责 照顾 医食 起居 和 医病等 王老先生 去世后 由夏女士负责 丧 丧葬事宜 二 王老先生 在北京市海淀区 有私房一套 房产证 多少多少号 赠予 这位女士名下 王老先生 去世之日 起 予生效 产权 开始转移 三 王老先生 赠予之房产 在其有生之年 不能转赠他人 夏女士 应尊敬老人 保证王老先生 幸福度过晚年 第四 此协议 至签订之日 起生效 在履行协议过程中 一方有违背协议之行为 另一方可以提出终止协议 五 以上协议 当事人 均属自愿 保证 遵守 执行 然后写了两个人的名字 09年6月27日 对吗 那也就是说 老先生当时说 给您的是一套房子 这是09年的时候 那现在我们听到的是钱 而这房子又怎么变成钱的呢 卖了 把房子卖了 谁提出要卖的 老人 因为2009年12月份 11月份 老人 得了一个 疑头癌 嗯 然后在北医三院住院 住院期间嘛 老人 就说 不让老人知道他的病 说最多 大夫说 最多活半年到八个月 嗯 然后呢 那个王病说 告诉他爸爸 我说不能告诉老人家 我顺其自然 这么大岁数 你告诉他 他受不了 我不能告诉他 我说只要顺其自然吧 然后都 他呢 王病呢 就告诉我 说他要那房子 嗯 叫我帮他 把房子弄到手 还有他儿子帮我 跟我说 就是这位三儿子 对 找您了 对 所以叫我帮他 把那房子搞到手 我说我 没那么大权力 也就那个时候 你已经知道 这房子给你了 对吧 所以那位儿子呢 因为他们家里边 有三个孩子嘛 对 那位儿子 三儿子想要这房子 他女儿也想要 因为当然女儿 把户口也牵在 他爸爸那儿来了 我们三个孩子 从来没有一个人 提出过过来 要这个房子 也就是说 当然看到老爸生病了 三个孩子 纷纷地跟爸爸联系 多了起来 是这样吗 都没联系 不联系 也是他女儿 也是没来 就是那个 好 我现在问的是 房子怎么就变成钱了呢 然后呢 就是他住院期间嘛 说那个 他三儿子说 老人活不了多久了 他都要占那房子 老人没出院之前 他都把家里 都把东西 家具都搬到家来了 老人一出院 又回去一看 说在谁的 他儿子说我的 搬走 我那没地儿 我还没死 那都占房子来了 不是这样 说那个王平的原话 都这么说的 说爸你怎么也得死 时早在死 你不是喜欢在房子吗 你喜欢在房子 你死了 我买你的小院里 嗯 就在一句话 老头都 都生气了 你们不是抢房子吗 我给小夏也没办法了 也肯定实现不了了 谁也甭抢了 卖了 说那个 来推一下刚刚先生的话筒 先生您好 你好 我听到了 当时是这么一个情况吗 您把家具已经搬进去了 我们没有搬任何家具啊 大姐做任 大姐在家看家 我的医院照顾老人 您当时找过这位女士说想要房子吗 我们从来没有 我们的 你儿子在 你儿子跟你那么帮我交在电梯 电梯间里说的 说那个你把房子给我弄到手 我把我现在住的房子送给你 说我拿这么多房子干嘛呀 我就让我爸爸的医生 叫你住六层去 叫我住六层 给我那房子可能吗 是这样吗 先生 不是这样 这个房子是我掏全款 给我父亲买下来的 我们从来没有想要老头的这道房子 只愿意他安安静静的生活 幸福的生活就OK了 您掏全款 您掏了多少钱呀 我掏了六万三千块钱 三万一个房款 三万六千二 这是他们那个单位的福利房 三万六千二 你有证据吗 那买房子房款呢 发票在您那了吗 发票在您那了吗 在我这 六万多吗 是 三万六千二 绝对是 来先生 您能出示一下您的发票吗 今天我没有带这个发票来 我可以给补给你们 你确实在我节目播出之前 你可以补给我们吗 可以 在节目录制后 栏目组和王先生取得联系 但王先生并未能提供他所谓的六万多的购房发票 您见过这张发票吗 见过 三万六千二 然后那个多了两千米退了都 退了两千多块钱 好 不管多少钱是不是人家这个小儿子出的 是 那小儿子出了钱 那是这么回事 他们单位说那个买房嘛 他当时那个王老先生说没钱 他们单位说在你工资工资的扣 他都知道朋友他都挺好的 他说爸我跟你掏 我都当孝敬你了 那三万六千二我跟他掏了 就把他爸拉着去交的房款 然后是06年吧 他在他爸把人拉你完走 是这样吗先生 不是这样 手机搞工作去 我给我父亲交房款的时候 他根本还没有在我们家呢 他怎么能知道这么多事情呢 三万六千二我明明白白的 我知道 你还把那个拿回来 还把那个工商银行那个带给我看的都 你说这是证据 先生 我想问一下啊 他刚才说说您的哥哥姐姐包括您基本不管老人 是这样吗 不是的 我们 自从我妈妈去世以后 我父亲很孤独 我们也给他介绍过三四个女朋友 他们有的都要结婚了 而且买了新家具了 最后都被他给搅和黄了 被这个小夏搅和黄了 是不是特别好 不是说仅仅找一个女朋友的事 我可以跟您这么讲 我们每礼拜六 礼拜日 都带着老人上外边吃饭 哎呀 说话都不 我们知道 不贵心了 不会做饭 全国他们都看到你了 做饭不好吃 我们都去带 随你这电话邻居的 你打电话可以联系 你每周都去吗 基本上每周都去 第一年头一次我见他是 02年 01年 你看他现在说谎就说露了嘴了 他又01年去的了 就是01年以后才去的 他根本就没有服侍我爸爸十几年 见他 他带着一个女的去 我叫他哥哥 那是头一次见面 我说哥哥你来了 跟他倒水吗 你谁呀 我也不认识你 王老先生说他是来帮我的忙来 照顾我 说他小夏 我哼了一声 到那最后都没见过了 再见面是多长时间以后 再见面呢 可能是一年过后了 他胡说 我记得他姐姐03年煎了一次面 第一次面 03年是为什么煎了面呢 非典吗 老人家单位发的那个非典药吗 老人家都特别心动他的儿子归女 宁愿自己不吃 都给他 把那药给他归女 跟他归女打电话说 那个来拿药来 他归女说 说跟你送来吧 那个爸 爸跟你送过去 他说别过来了 说我们自己拿去 他们开车都跟 跟他们 孩子都过来 拿来拿 拿来都走了 那是第一次见见我 是这样啊 先生 呃 就是王先生 因为说实话 我们肯定也会采访很多周边的人 我也特别希望大家都能够公正客观的讲这些话 因为也有邻居 也有 我们采访了很多人 所以呢 我想知道 您现在 我想再跟您确认一下 咱千万别把 拿起砖头砸自己的脚 我再跟您确认一下 您确实 是每周都去吗 我确实每周都去 您的姐姐也确实经常去吗 她不太经常去 但是我讲一个事实 你们就清楚了 她看到我父亲院里边的小猫 都能花几百块钱给买买猫窝 养活那些流浪猫 她怎么能不去看我父亲呢 呃 你说谁 你说你姐姐是吗 是的 但是我们采访了很多邻居 似乎邻居也在说 很少见你们 为什么 如果你采访的邻居 我只认识孙阿姨 嗯 剩下其他的 他们都是平常是不出来的 这位女士 呃 不管她承认不承认 我从目前听到的这些信息 她真的挺有心计 呃 毕竟是那么大一个数字 她跟拿走三十万二十万去治病是不一样的 说实在的 我们听完之后 不管有什么理由 我相信 她在这件整件事情当中 我没有心里头的一个 一个判断 但是从 从您上场到现在 我认为你特别不愿意说真话 您想一想 如果您要真的是个孝顺的儿子 能让他完成这么大个动作吗 所以说 不孝顺没关系 做错了没关系 但是属于你的 你该拿的应该拿回去 你要认 你要承认 你如果说是这样的一种态度 慢条思理的 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 恐怕今天你一点理都站不着 谢谢王先生知道 是不是 我到现在 我没有觉得我是有我的错 我想知道 就这样老先生就把房子卖了 对吧 卖了多少钱 卖了二百万 两百万整 对 多大一个房子 八十一点六 卖完之后 这个钱怎么处理的 那钱 头一都是 那个买房子 都是分两次 对对 一百万 给一次 第一百万 他给了我五十万 第一解决我的房子问题 因为他房子想留给我 房子没了吗 第一解决我的房子问题 然后剩下来 给我养老保险 买了多少份养老保险 买了多少份养老保险 买了多少份 都是买了一份养老保险 剩下都是理财型的 理财型的养老保险 一共就一份吗 不是 就三十八万 那个是我的养老保险 剩下的都是理财 好 理财买了多少钱的 理财买了 因为是 有一个是二十五万 还有一个是股票基金型的 三十二万 然后剩下都是在银行去取钱住院 在西远医院住院 然后在西远医院去取那个 生活费 西远医院那个 旁边不是有个工商银行吗 那服务员又跟他推荐 那个理财 理财型的 又买了 十万 然后第二天还是不行 又买了十万 一共买二十万 那这就是七十七万 对 七十七万 然后呢 加上您的那个保险二多万是吧 嗯 三十八万 三十八万 一百一十五 然后加上七千给你那五十万 这就一百六十五万了 对吧 您刚才说了一百七十万 就大概数字是差不多的 对吗 嗯 那您认为这些钱都是给您的吗 当然老人写给我 当然我 他给我 我就绝对拿着 我不含糊 我照顾他 我付出他十五年 我家里 老公没照顾 孩子八岁 我就出来了 你告诉我 如果老人家要是真的没这套房子 没有这二百万 你也照顾他十五年吗 对 我肯定能这么答应 你这个话你觉得谁会信呢 当然肯定没人信 说话没人信的 不是没人信 是肯定没人信 肯定没人信 对吧 对啊 所以你就不要说我傻 不是你傻 是你太聪明了 谁都说你傻呀 没有没买房子之前 因为没家不是 您就不都说 你一分钱不赢 你干嘛呀 我都看着他太不赢了 那我想老人的工资干嘛去了 工资刚开始是零几年呢 他本来是离休的 跟他搞成退休的了 然后零三年才找回来 找回来过后 他两千多块钱 您告诉我这钱干嘛去了 生活 生活费 他也爱买股丸 买太多股丸了 买了股丸太多家里 那钱是您管的吗 不是我管的 他现在还说话 钱是什么时候管的 从那个 在燕郊去了过后 然后在福利 我们俩 其中我们都是俩去的 在燕郊 不是搬到燕郊去了吗 搬燕郊去了过后 他不是他的工资卡 要在北京才能去吗 是本 本他不是当地取不了吗 货币省 存折 所以说我都 有时在通线取些 取生活费 有时跑到北京来 跟他报销要回的时候 习严严开药的时候 跟他取点生活费 那也就是说 这都是我的签的字 把房子卖了之后 你们就一起租房子 对吗 对 卖房子 只卖了房子过后 我跟王平打电话了 跟那个三哥 三哥 我说那个 现在房子卖了 你要现在有钱了 不是 你把你爸接到你那去 这不钱都给你了吗 你把你爸接走 你也是一个人 你爸爸也是一个人 你爸我的工资 够你生活费了 我才不要他呢 我跟他生活 一天我生活不了 真行呢 小夏你 你跟他生活十几年 说我烦都烦死了 我叫你不要照顾他 叫你走都叫你走 也不非得 东西生病得了吧 那会他还工作挺好 因为怎么样 我老帮着他 根本就是 不是这样 那也就是说三儿子 还是去的最多的 对吧 去的最多的 去的有时不进屋 都在大门口 给我打电话 给我发短信 为什么呀 就跟他拿点东西出去 所以我就在想 这个女士 您觉得应该拿人家 这个钱吗 老人家认为我 您觉得 我没说老人家 您觉得应该 拿人这个钱吗 他要给我 我都要 他给我的 我必须要 我不亏 我一点都不太亏 我一点都不说 娶的话 我在十五年 没有跟我家人 团过一次缘 没有团过一次过年 到春节都是我们俩人过 他们家 两个电话都没有工作 来 你问问 他全是说瞎话 谁来跟他过过年的 十五年 谁没家 没老小啊 我怎么听着老觉 你跟这老先生 关系挺特殊的呀 就是个 就是他们 是我的亲父亲 都比父亲还好 怎么关心我 不是 我有病 他 他关心我 他有病 我关心他 他没病 你都没病的时候 你们也互相关心 对呀 我完全可以 因为 取药 看见 我都是跑跑这边 这样一个数字 老人家 毅然决然的决定给你 仅仅凭你十多年的照顾 我认为 没有一个男人 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恐怕这个照顾里头 还增加了一些 情感色彩 对呀 感情 肯定有感情 等会 你丈夫今天在现场吗 您这么说 我的感情是 纯父亲 父子之间的感情 你也是这么想 都是这么想 纯父子 我在哪儿都说的 都有 我觉得他们 暧昧关系很重 我特别希望是这样 如果是这样也很好 绝对是父子之间的感情 那老先生 现在住在医院里 您为什么今年五月份辞职了 没有辞职 我都是五月份 4月28号 跟老人办了个周转 我都跟他办完周转手续 在单位去拿支票拿了交完了 过后我才走的 走了过后 没几天 他们都说我跑了 他说我媳妇辞职 是吧 刚才他说的吧 说我媳妇辞职 他不叫气的 这是 5月8号那天 我说跟那个5月11号 跟那个护工开工资 我都取工资 5月8号那天 上云海取那个工资下 都取不出来了 因为什么呢 消耻了 那个存在 消耻了 我都黄平呢 之前都把老人的那个身份证要走了 他那会儿还跟我关系不错了 算 说那个 我爸你那个 身份证给我 我去跟他办户口 等脑子要死了 我就跟他消户口用 他就骗我们 就把身份证拿走了 拿走了 我在工资 卡销辞了吗 取不出来了 我都说你把那个身份证 给我用一下 他就说 行 过两天 过两天给我 他那天就突然给我打个电话 说 小夏 你上我那来吧 上我家里来吧 你来 来拿工 来拿那个身份证来 我还给你开了药了 说我哪有好药 你来吧 还跟我做了一个 我不是监州员吗 跟我做了一个店 说 是监州员呢 我都行 我去了 去了 我帮他搞卫生了 搞了卫生 他就我吃了顿饭 然后我都说 那个 把身份证给我吧 我取钱去 他说 我还不能给你 说那个 你帮我来 爸爸来那工资本 叫我看看 嗯 然后我都给他了 给他 他说 给了 你走吧 这个事儿叫我 我处理 我会跟工人开工资 就这么多给他了 工资本都 5月9号都给他了 给他过后 我还是天天去 还是去看老人 然后6月28号 我又去跟老人办周转 因为 大夫说 跟我 跟那老三打电话 打不通 嗯 说那个该办周转了 我又去跟老人办周转去 办周转的 单位去拿支票 也办了周转 7月份 然后我再去 办周转去 嗯 然后他们单位告诉我 说那老三 对我们单位 闹了两次了 来找我们 说不顺教你 管他爸爸的事了 他爸爸的事一切叫他自己管 说小夏你正好 你也有病 你休息休息吧 你照顾他十多年 他不容易 说那个 不让你管 你就别管了吧 但我都回来了 回来我都跟他 打了个电话 就跟那个 老三 跟大夫 跟大夫 我说明拿了支票 我说那个您呢 通知那个老三 拿支票去吧 我说到中午 老三就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要那个压经条 压经条不是在我那吗 我行 我说你过来拿来吧 也就是说您讲这么多的过程 是 不是您辞职的 不是 是他把你赶走的 不是我走的 我一直都没有辞过职 来 先生 是这样一个过程吗 王先生 不是 怎么不是的呀 这个事儿是在 今年的五月一号 我从我爸爸医院里边回来 我找我的朋友 给他要的治肺病的药 七十块钱一粒 我准备给他送去的 我就把这个药 又送到他家去了 他说我没有在家 我在一个 谁也找不着我的地方 我的癌症已经到了晚期 七月 大夫跟我说 七月底我就要离世了 你们家的事我管不了了 是不是 你们谁也别想找到我 我说那不行啊 我说的老爷子的各种证件 原来都在我爸爸的小包里边 你现在都给拿走了 你得给我拿回来啊 他说过两天我就给你送回去 这样 所有的东西 除了燕交一个存钱卡以外 剩下东西都给我了 在我手里边 我在上银行一打 七万多块钱 只剩下几毛钱了 他在去年的十月四号 或者是十四号的时候 在那把钱取走了 有关部门已经做了鉴定 确确实实是他取走的 当时我父亲病重在医院 我父亲也不会用那二十多万 问问他怎么回事 是这样吗 您说 去年十一月二十八号 老先生病危 我当时呢 是我婆婆去世都保定 没气中毒死了 我回去了 那天我正要返回来 还没走 护工给我打电话说 老先生不行了 大夫也给我打电话说 你赶紧赶回来 可能都是今天晚上呢 我都赶紧赶回来 我们一家人 赶回来 到晚上 赶回来 我说你啊 我在道上 我都跟他们联系 我说你们进 赶紧去 我老三 我说你赶紧去 联系不上 他说联系不上 谁都联系不上 我都跟我二大爷打电话 就老先生的哥哥 我说你们进 赶紧去看看 我要尽量赶回去 我说跟大夫说 我说你尽量跟我抢救 我一定要见他一面 然后 我回来过后 我正在抢救 我都叫那老先生去 那个学压都没有了 我都叫他 我都在他二楼里说 我说我回来了 我说我看你来了 我再不走了 我说老人都没有了 就你一个人了 我说以后 麻烦心心照顾你 我说我再不走了 他都笑了 一下子都好了 他都 都呵呵落了一声 他带着养气罩了 一下子都 都都发出一个声音 然后我闺女也叫他去 我闺女说 爷爷说 我这小敬 我又回来了 看你来了 他也罗了一声 后都好了 他们呢 我去那会儿 他们都走了 就老三在那 老大在那 嗯 他姐姐说你还回来啊 说 那说了一句 他们都走了 走了过后 就剩就就剩下老大 他们一家三口 然后我在医院里 我都叫我爱人跟我孩子 我你们回去吧 我们都没回家吗 都直接奔医院吗 我你们回去吧 我守着老人吧 我在那守着 然后老大都来了 都都救着我 叫我爸 那个他爸爸的钱呢 就要交出来 存着 我说不行 我说那个 就你一个人在那儿 不行 说跟你们三个 都在那儿 我得跟你们一个交代 是吧 他再说老人还没有走呢 对不对 然后他说我们是老大 我们出来算 所以我那 那我得跟老三 通过话呀 对 不是 我只是想问您 他说那二十多万 是您拿走的吗 就当天晚上 当我跟你说 就在事 您就直接讲 那二十多万 是您拿走的吗 回答我 不是 是谁拿走的 老三拿走的 他都是胡说 又在胡说 老三把他们都支走了 那当天晚上不是 他们哄了我吗 老三打电话 叫我出去 我说那个老大在那儿 他不要我出去 他你偷偷跑出来 偷偷跑出来 我们商量商量 然后我都 偷偷出去了 出去老三都帮我 交到他的车上 商量的事 说怎么办呢 那会儿你要给我一百万 我们俩分了 多好啊 你跑了 你管那老头干嘛呀 死了死 死了 他关你什么事了 他又在胡说八道 我都说不行 说那个 他说 待会儿怎么办 他们救助你了 你是交出来不交出来 我都 他说你这儿属于诈骗 属于犯罚的 属于欺诈 然后我都说了一句 我知道他在吓唬我 我都说了一句 我都老人要是写的东西有效 我就不 我就不怕 我老三都听出我的话 有东西 老人写的东西了 都没说 正是正在那儿说了怎么办呢 咱们四个人一个人一份分四份吧 正在说呢 老大跟老老二 没闺女吗 老大大哥跟那姐姐都来了 拉到柴门了 都拉到柴门了 都拉到柴门了 都把我拽出去去了 拽出去后了都得 死死吧我嘛 那个老三说叫他打 小姓你叫他打 叫他打你 你不是有病 叫他打 打他跟你敲 叫他打 说 要报警 叫我报警 你别还有个阴谋了 你管那老头干嘛呀 死了死 死了关你什么事了 说 我都说不行 说那个他说 这会怎么办 他们救助你了 你是交出来不交出来 我知道他的家务 我都说了一句 我都老人要是写的东西有效 我就不 我就不怕 老人听着我那话 有东西 老人写的东西了 怎么一说 正在那说怎么办呢 咱们四个人一个人一份 分四份吧 正在说呢 老大跟老二 不是闺女吗 老大大哥跟那姐姐都来了 拉着车门 都拉开来 都帮我拽出去了 拽出去了 后来都死保我 那个老三说叫他打 叫他你叫他打 叫他打你 你不是有病 叫他打 打他跟你瞧 叫他 这就是说 这里边还有个阴谋了 这个阴谋就是 当时听我说 当时老人在生重病期间 对吧 然后呢 三个孩子突然都出现了 对 都出现了之后 如果按照这个夏女士的讲 如果他讲的是真实的话 当时老三先找夏女士说 这样不两百万吗 咱俩一人一百万 对 我来帮你 对 然后他没有同意 对 所以呢 那两位呢 就冲进来了 所以这里边还是有一个阴谋的事 然后他们的 他都 关键这跟那二多万都没关系啊 然后我跟你说 然后就是 他姐姐他们都说嘛 包括他都骂他们 姐姐他们 哥哥他们 我正得跟他商量 一人一份得了吧 这 小夏别跟他们商量 叫他们上法庭 告诉你 老人愿意给他 老人愿意跟你 活该 一分得不到 这是老三原话 这个话说过吗 没有 说那个 小夏 别跟他们商量了 直接报警 直接别跟他们商量 商量都不跟他们商量 上法院 老人不是留给你的吗 救你的了 在这把他们 打电话 包括110 110都来了 老三就叫我 给他菜单做 我不要出来 我不要出来 得要你来了 你得出来 他们要打你 就不行 他都忽略我 也就是那个时候 你跟老三其实是一伙的 是 他都忽略我吗 没有 你要当时要真舍得 给老三一半 老三今天还会跟你 在这说这个钱的事吗 那我没得良心 那我得 就是说 他爸就是给我 我得跟他们 哥哥的 得有个交代呀 你觉得给他一半 你觉得给他一半 是没良心的事 是吧 那您觉得 你要都拿走 算有良心吗 他老人要给我 都给我 就是我的 这是最后一份 这是 这是卖完房子过后 我也非常相信 老人是真舍得给你 我相信老人 你想想 老人一直都便秘 我相信老人 特别希望 你想 老人恨不得 要是这个天上 再吊上一千万 他都舍得给你 不是那跟关于那二十多万 是从哪拿来的呀 二十多万 是就是当天晚上不是都 警察来了 都处理都走了吗 第二天早上 那个老三都 都拉着我 就叫我亲 说老人快死了 咱们不能给他买新衣服 就要给他穿旧衣服 新衣服都谁不得给他买 帮他拉着都上眼角 那是他头一次上眼角 上那个住房地方 拉着拉着去了 过后 就把那个二十三万四 一个定期存单 拿走了 还有一个 清草的一个农盘子 还有两块金表 都在密码箱里 全拿走了 先生您好 这二十三万 到底是谁取的 您问问他 您直接告诉我 是他取走的 我这点有银行的对账单 还有卡 好 您把银行对账单 可以拿来我看一下吗 可以 有他签名吗 没有他签名 但是有公安局的确认 哦 就这个钱是他取走的 是 这这这我就觉得有点意思了 他有对账单 您怎么还能说是他取走的呢 我百分之百 你不会是我的 来 您拿来一条 看一下 王先生 他再把那个单子拿走来 王先生跟到牌上来一下 来 取完钱 跟我打了个电话 说取钱很顺利 给我迷茫告诉他了 二十三万多 我叫他快写个条子 我叫他写个收据啊 他不行 我永远都承认的 你让他给你写个收据 凭什么呢 你拿到钱呢 你不给我写个收据吗 那谁的钱呢 谁的钱呢 老人的呀 那人家儿子拿人的钱 还是你拿人的钱合适啊 那他他没进到三小区 你以为 我理解他 他签这次什么 这些钱到时候 吓得他 在谁那 他恐怕想证明这么一件事 我想证明他 是 拿走了 但是这位女士 显然你把你当老人家的老婆了 你就是这样一个态度 显然他是你的一切 这个咱们不要回避 我相信 这个老三吃亏就吃在 他根本就不知道 你跟他父亲是有感情的 所以他老跟你说父亲的狠话 被你今天滔滔不绝的全交代了 这是他失策的地方 他根本就不知道 父亲为什么舍得把 这么一大笔钱给他 你凭良心说话 23万4 你是不是拿走了 你给我定居存单 请坐 你没有资格问我 在这边有单据 行 咱们可以去调调一个监控去 这谁谁取的呀 他取的 这个在燕郊公安局 已经得到确认了 这是北京公康银行的 北京公康银行 西院医院分行 23万4 是老人9月份 住院期间 9月份我推到轮椅 这卡是燕郊的卡 已经没钱了 里边 来吧 这就是那23万 不是是这样啊 23万4 我也觉得您二位说的 不是一件事 先生 您这里上面的 这个单子取的都是 2012年3月 什么2012年8月 他说的是2012年11月 2012年11月 2012年11月28号 老人重病 其中呢有一个23万的钱 他说您 取完钱 你给我打个电话 取钱很顺利 在燕郊跟老人拿衣服回来 你帮我直接送到医院 你去取钱去了 问我 我没资格 那你就不要问 不 我怎么没资格 你拿出证据 那也就是说 钱 你也不要你取的 对吗 我没有取 那不可能啊 那这钱到哪去了呀 在这里边 哦 还在是吧 不是 就是说他把钱都取走 您能拿出来 我是说的是 最后这23万 我没有取 我不知道 现在是这样 我特别希望 大家都坦诚一点 是 取了就取了 因为这个 那也是我父亲的钱啊 对啊 对啊 对吧 对啊 就是说您还是取了 您父亲的钱就得了呗 就是我没有取 那您说的钱去哪了呀 跟他 您觉得他跟父亲 有感情吗 有 我承认 他们有暧昧关系 这不是 这您不能随便这么说 不 公安局 就拿这个已经确认了 公安局怎么会确认这事啊 我报案了 嗯 是吧 公安局跟谁确认的 他弄走了 嗯 你确认了吗 没有确认 没有暧昧关系哈 没有 好 您觉得有吗 我觉得没有 这是污蔑 现在当着大家伙这说的 嗯 是吧 嗯 没关系 没有 哎 好 太好了 您需要问我什么 我需要问您 您为什么说他们有暧昧关系 啊 几百万 把老头 自己的 存折 密码 能给交给他 如果要是不信任的话 你们的15年要有 要有三样衣物 我说完了 你信不到我 在照顾15年 我都早就走了 你不要这么强 就没有15年 你在这说下话 我母亲 97年去世的 这样的人 你想想跟他理 说有什么意义 您不能这么指责别人 是因为我们现在在讲理 对 我特别希望您就讲你的理就好了 你回答我的问题 行 你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 你母亲什么时候去世的 我母亲去世 是在01年 英里啊 8月15 那8月16那一天 你确认吗 不确认 那是我的妈妈 当然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不是 我没有记住杨丽 不 你确认是01年吗 对 你会不会记错了呀 你有死亡证明吗 你要如果说让我带来的话 我会去找到 我带来了 那你拿来 我看一下 对呀 那个协议后边都写对 给你 协议后边都写对 没有这写的呢 97年去世 死亡证有吗 有 他找东西的时候 我问问您 好 如果他拿出一个妈妈 97年去世的死亡证 怎么办 那我就去死呗 你别这么回答我问题 那我要问你 我记得就是01年 你的叔叔今天也来了 对不对 哪呢 你的伯 大伯 在哪 在王家小儿子 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王先生的二伯也来到了节目组 对于王先生一家的情况 二伯有着怎样的态度呢 来 帮我推下话筒 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听到 看 这位 这位是吗 叔叔您好 这电话 电视我都看见了 什么我都知道 这是二伯 请问您这个 这叫你的侄子 跟你的这个弟弟关系好吗 哎呀 不听了 说的 我心里特难受 为什么 不愿意说 他们家这三个孩子 谁对你的弟弟好一点 没有一个 您您觉得这位保姆 或这位女小夏 是拿了你弟弟的钱吗 应该拿你弟弟的钱吗 肯定是拿了 他拿的钱 跟他用的钱 跟我没有半点关系 当然 所以我觉得您觉得 他应该拿这个钱吗 这个 他拿多少钱 我都不知道 我都还觉得 一百七十万 一百七十多万 这些事 那就是 我跟昨天 做梦是一模一样 石岚老师 我们交流 可能还稍有些困难 您帮我去 跟老先生交流一下 好不好 您母亲是叫 王美芬吗 对 1997年9月27日 注销户口 我可以看看吗 您 别 没关系 看可以 看可以 但你不能有任何毁坏 没关系 这个你放心 这个我想应该不至于 而且排射所开的证明 能再开出来 这是排射所开的证明 那只有我去死了 别这么说 就咱们去世事实 您当儿子的 妈妈什么时候去世 不记得 差四年 所以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那如果今天我们展现出来的 别的我们先不评论 所以刚才那位老人家说 三个孩子都不孝顺 就这一个事实 我就觉得 当然了 世界上不是您一个不孝顺的孩子 还有 但是我们调查的结果 王老师 就这三个孩子比较而言 是他管的最多 我觉得这还真的是个事实 同时还有一个事实 的确爸爸的房子当年 是这位先生花钱买的 是啊 我觉得这是两个最关键的事实 所以说你要讲你 能够说服我们的理由 你要让我们知道 你为什么是三个孩子里最好的 你为什么当初还拿钱给爸爸买房子 这些都是重要的信息 尽管这样说实在的 你也应该以真诚实实在在 一点都不要设虚的绕弯子 我认为我们以真诚换得大家一个对事情的理解 绕来绕去 大家不能解决问题 更容易找麻烦 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人家去世的时间 虽然说回忆起来有差距 我当然认为一个是 的确是十多年过去了 如果在台上说一下子就一点都没有差距 能说来固然很好 其实有一点差距 我觉得倒也不能说根据这一件事 就对他有一个什么评判 坦实地讲 就是我们家类似的事件 实话说 因为我们家好像这个仪式性的东西很少 我也要突然 是不是您记错了 王先生 8月 英里8月16 是的 我们查了那一天 那一年的英里8月16 是吧 对 他那天发的病 我们给他拉到西元医院 救治没办法了 脑浴血 我又把他拉到急救中心 在VIP病房里边 开刀动手术 把脑子里的血都取出来 在VIP那什么叫病房 重症病死 15天 抢救没抢救过来 我只记住 永远的16 是我母亲的生日 我母亲属猴 我也属猴 打我24岁 那么也就是说 这么推算过来 他来家里面差不多有15年了 对吧 没有 因为妈妈97年去世 她不是去世一年之后就来了吗 她是怎么来的 是吧 就刚才这里边 我那个二伯 在这个 海淀中关村这块 搞小孩玩的游乐园 她是在那个游乐园门口卖冰棍 后来以后 也不是怎么就进他游乐园当服务员了 是这样吗 当完了服务员以后 那个游乐园出了问题了 他呢 又在中关村 这个一个公司里边搞卫生 多长时间 我说不 那也就是说是二伯给他介绍 和你爸爸认识的 对 他们 去我爸爸家 有时候上那吃饭去 是这样吗 那您说你们怎么认识的 我是怎么认识的 我在那个 首都体育馆 那个地下室 天色服装 服装 卖服装 你以前跟二伯认识吗 不认识 那这也差别太大了 不认识 我当时卖服装 然后我们有个老乡 在理工大学住 是你二伯给你教认识的吗 不是 我认识二伯 二伯在这 可以问他 帮我问一下 认识二伯是 把我的孩子 介绍在那个上大学 二伯在那个应用技术大学 当教育主任 我估计老三知道 这个这位女士的时候呢 已经是他跟二伯也熟了 对 已经是 他已经两年过后了 他再来 你说他是 二伯介绍的 他说不是 那也就是有可能 当你知道 二伯跟他之间有交流 有互相帮忙 有认识的时候 也许之前 他已经通过其他手段 跟你的父亲认识了 只是 不认识 你确认是吧 好 没关系 我们马上问一下 我想知道 您当时是跟他讲过 咱俩一人一百万这事吗 没有 我真的没有讲过 因为这个问题 我对我母亲发誓 我讲真话 当我住宿病危的时候 我说话 你要尊重人一点 你都说假话呢 是吧 我从我母亲发誓 我父亲病危的时候 是我在高速公路上 开着正开着车呢 我接到我大姑的电话 说你爸爸病危了 你赶紧回去 我把汽车开到一个加油站 扔到那 我跟我的同事说 我说你再找人 把这车开走 我必须得回去 我爸爸病危了 我就四点钟左右 天要蒙蒙黑啊 我马上就回北京来了 走到医院 我看我爸爸 低压四十 高压六十 我叫大夫 大夫说不行 就让他心脏会死的 心脏会骤停的 我说骤停 我签字 你马上把他的血压 给我提高到一百五 低压提高到一百一 到一百二 这样他还有活路 如果不这样 他就得死 当时大夫就说你签字 我当时就签字 啪啪啪就打上药了 血压最高 提高到一百二十九 低压提高到了九十五 缓过劲来了 我父亲活过来了 也就是刚才那位女士说 他给叫活的 其实不是 那时候已经是晚上七点钟到八点钟的事了 他是怎么来的呢 他确实去了 去了是九点钟到十点钟的时候去的 那时候我父亲已经被抢救过来了 这就是当时的行为 他摇头也好 不摇头也好 他又凭点良心 说不行不行啊 都能为我作证 其实这位女士 如果是因为她的出现 父亲醒过来 而且还冲着他笑 可能如果是事实的话 恰恰能证明你刚才的一个说辞 他和父亲之间 有一些我们不愿意用语言来表达的东西 我明白 对吧 对 所以我倒觉得有这种可能 因为从种种迹象看 这个比如说血压提上来 也许配合了父亲的真正意上的醒过来 确实他出现的时候 父亲醒过来了 这种可能性是有 因为这么大一个数字 他舍得给他 要没有一点色彩在里头 这恐怕很难完成 这样一个苏醒的动作 所以你也不要 非得把他这个 苏醒的这个事情的 非得弄到你身上 我没有弄到我身上 我已经从我母亲发誓了 我讲的是真话 先生我想问您 刚才我跟二伯交流了一下 二伯说 还确实不是通过 二伯认识 这个女士和你爸爸认识的 所以您可以跟二伯去交流一下 我不跟他交流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在去年的11月21号 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 那是我的生日 我的车在换机油 胡公打电话 说他要推着你爸爸上街 去买尿盆去 天那么冷 就穿一条单裤 能出去吗 我就阻止了 我说你绝对不能让他出去 一旦感冒了 他就没有了 这时这二伯 骂护工 骂大夫 我跟护工说清楚了 今天你要敢放他出去 我跟你没完 我马上去医院 这二伯知道我要来了 20分钟我就能到 他就走了 那说明你 第二天 你听我说 第二天我就找他们家去了 嗯 是吧 找他们家 我说你为什么要 来我们家这么冷的家 他是本身是肺炎 一沾粮 肯定要发 常识问题 嗯 你为什么要送他 他说什么 他把我臭骂一顿 因为他岁数大了 我想知道 那今天二伯来 是谁通知来的呢 不知道 是您通知来的吧 他要上公安局去告他去 为什么 然后说不用上公安局去了 嗯 你要上解决问题啊 嗯 但是好多专家帮你解决 嗯 他要上公安局告我 当然呢 告他什么 死闯民宅 揍他去 因为都是 刚才说了嘛 就是去二叔家的 对 二叔家的叫四闯民宅 因为你四点钟都得骚扰他 别说别的 这些事了 好 您休息一下 来先生 马上 马上请 哎 你的重要的东西 千万别忘了 谢谢 这是您的这个重中之重啊 谢谢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啊 就我以为这二大爷吧 是这个先生请来的 嗯 但现在这位女士请来的 这里边又有蹊跷了 就是大家想想 这位女士为什么要请这么多人来 而且来了以后呢 我们听着二大爷的这个状态 是在批评这位先生的 那也说这位女士 很多人站到您这边了 因为他们都看见了有目共睹 对他 对他家里亲人 嗯 很好 那就是说您对老人家是非常好的 对 就跟亲父亲 为什么这位先生一口咬定 您跟他的父亲有不一样的关系 没有 我跟他二大爷都挺好的 他来了 想吃什么给他买什么也是 多晚我都跟他包饺子吃 我爱人他们院里的那些老人 还有那我们小区的老人 我们一个不帮的 我看到他们上楼 费劲拿东西 因为就这样啊 如果说15年前 如果按您说的是真话的话 15年前您就到了这位老先生家里 当年您35岁 老人家69岁 对吧 就是我觉着我们把东西要往美好了想 嗯 但是您必须要拿出有力证据来 要不然的话呢 我觉得不一定是我 可能这么多观众都会想歪了 刚刚开始呀 我打着您啊 对不起 没关系 我刚开始是怎么呢 我没想到他要 我要照顾他这么多年 没有想过 嗯 就是他现在 暂时没人 什么东西让你开始想要这么多年呢 暂时照顾他 你说怎么呢 我在后来是什么理由 让你要继续照顾他呢 行动不方便呢 走想走走不了了 行动不方便 你告诉他的孩子来 说我已经照顾了这么长时间了 都不来 我就是包括我去做手术器 跟他们打电话 我去做手术器 你们来照顾你爸爸几天 没一个来 没一个来怎么办呢 那都太狠心 那都这么没办法 那老人就说 把你大姐他们叫来吧 都把我大姐叫来照顾 也就是说你 你完全是因为老人 太可怜了 需要人照顾 太可怜 不是说我一个人说他可怜 如果没有 没有人照顾他 那他简直就是 没有办法活下去 根本都没法做饭 每次 所以你的这个好人好事就做到底了 那既然好人好事做到底 那你就做到底就完了嘛 老人家给你钱 你应该说这是我应该做的呀 是啊 刚开始他是生活困难 经过一段时间 就是开始图钱了 你这个钱呢 给你那些孩子 你要不想给 你可以捐给谁再说呀 说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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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呢 后来我又病 他说 我需要治疗 因为我身体好了 才能照顾他 老人愿意花200万 把你治好了以后再照顾他 我一直照顾他的老 这个事情吧 这位女士 其实是说实在的 你真的是运气好 无论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最终你碰了一群 不太孝顺 或者不够孝顺的孩子 如果他孩子有一个特别孝顺 您就没这机会 你没这机会 说实在的 他们来我早走了 您是 您是真的是 他们要好 我早走了 您真的是运气好 如果您真的是奔着老人家 80多岁一个老人家 你非得说 我是因为看他可怜 我愿意照顾他十多年 这说实在的 我们见过那种 完全不相干 没有血缘关系的人 照顾了一辈子 照顾了几十年的那些好孩子 我们见过 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绝不会发生这么多事 绝不会照顾完了以后 还拿到了200万 也没有一堆人回来抢着钱 王老 我不完全同意你的说法 因为他从一开始来 最开始15年前 还没有这么多事 但随着在一起相处时间久了 随着可能这个老人对他的感情依赖更强了 包括他可能也的的确确 对老人有些照料 事情可能会有点变化 你不能说他 你不能说他一来就怎么怎么样 没有我从来没说我认为一开始他绝对是认为这个老人家和蔼可亲应该照顾这个并且老人呢肯定多多少少还能帮他的孩子一点忙啊什么的这个咱们很理解 外地来的有一个能帮我一点忙的 这很正常 但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我认为首先他们不是钱的关系 他们是情的关系 这位女士呢一看就是那种聪明 这个伶俐 这个会办事 这个是这个守勤 这个照顾人也很会照顾 那肯定在大家越处越好 是吧 越处越近 这个这就聊吧 你这个家里头是个啥情况啊 对不对 这都是无意间的 但是聊聊聊聊的 聊的发现不是一个小情况 是个大情况 是个诱惑人的情况 这个情况还很大 我相信你一定会跟你的家人做思想工作 你们不要阻止我 我帮他将来老人家会对我好的 我不会白干的 要么你家人就疯了 我要是你老公 我就跟你早大离婚去了 凭什么呀 我老公也在这 你也这么想 老的脑 所以你要做他们的工作 说你们放心吧 我在这不会白辛苦的 这是个人之常情 你非要把个人之常情 说成是一个美好的东西 我说起老师我接受不了 他在往自己脸上贴金 你们要是只是像一个保姆 与雇主的关系 为什么一来的时候不谈薪酬 没有 我没打算跟他 没打算做 跟他做保姆 我只是说帮个忙 帮个忙帮多长时间啊 当时来的 帮忙不是他在找老伴吗 我也帮他跟他找了几个 然后谈着谈着都不合适 让您帮着找老伴 我也帮着他 那您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您跟他非亲非故 大街上找来一个人 帮他找老伴 就是说我的 我不能长期照顾他 是不是 我也有我的家庭 我也有我的事干 等会啊 这个很非常重要 他说那会是要找老伴的 我都想跟他借着老伴 有人照顾了 我都放心走了 我这个意思 没有 都是我们帮着我老父亲找的 前边的您谈到啊 他要帮您一个忙 就是您孩子上学的事情 对已经帮完了 那件事落实了吗 落实了 落实了什么了 您的孩子真的到哪个大学去读书了吗 读了 就在那二大爷当教育主任的学校 是一个中学是吗 一个大学 您是基于他帮了您的忙 所以来报答他 对 然后帮他 他家里看有什么需要帮衬的 对 然后你觉得我一个农村妇女 我也没有钱 没有别的是吧 您家里有什么 值一事 没想这样干着干着 对啊 干着干着 他一个人还是不能不能长去干了 老人在医院治病的时候花的是什么钱治病 公费 然后生活费呢 他那个工资卡呢 他不让我去了老三 上我老爱人的单位找我去了 说从今天往后 不许你看老人去了 不许你跟他见面了 我凭什么呀 我到过他四五两 我就得去看他 不许你看 就不许你看 你没人权利 我不让他看是有原因的 我护工跟我说了好多事 而且我也发现了好多不正常的事 才不允许他去看 在场上呢 听到了您讲了很多关于这家庭的三个儿女 怎么对老人不够好 没有尽心尽力 甚至于说在老人财产面前 怎么跟您要联合起来 把老人那个财产 然后各自得手 那么你当时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最后这两百万转到您这 您是不是也有一点 说你们儿女都这样了 这钱我就拿不可 有没有这种较劲 不是私底下吧 那个老三跟我说过 但是我心里也有事 我也想帮他 不不 我问的是 我问的是 你看啊 在前边您是做好人好事 到这来我们采访过 好多这样的人 是按孤儿 一分钱不要 最后这孩子成功了 这个孩子长大了 给你找一份工作 你也不用来看我 也不用给我带东西 你给我打一电话 我就很知足 这样的人我们采访过的 人家没有从那些孩子上得到一分钱 还有人去面对老人 就是我们从家里边 买东西 拿东西 到那去看所有的老人 一分钱不要的 我们之前采访过 没有听到他们说最后要得钱 可是到最后 这个性质变了 老人心心空空这一生 可能就那点钱 一下子转到了您这儿了 因为呢 之前那十几年 他们都不来往 所以说老人觉得 老三不是来往 来往他干嘛去了 他都 这个我反正我个人觉得 你至少应该给 给人家老三一点 你那会儿实际上 也利用老三了 想跟你分钱 这事你也没少利用老三 最后跟老大王 我哥没利用他 这个那就是他想利用你 就他想利用我 想叫我跟他弄下我 我没有 那个龙盘子 那么大个龙盘子 清朝的 他偷都叫我跟他偷出去 我我哥不敢跟你偷出去 这也是他在说瞎话 那最后呢 龙盘子谁给拿走 最后去年十月十二十八号 你把他进去存在后 和一块龙盘子和两块金表 王兵都拿走了 那个老三 那他怎么你就没看住 你的东西呢 我跟他一块去的 去的那个把门打开了 把那个箱子打开了 都翻出我的保险单来了 他说小夏 这保险单是你的 老头给你买的 是你给你拿走 就给我了 然后他都翻他需要的东西 两块金表 那你为啥不把这东西 看好点 都留在你手里多好 干嘛呀这是 啊 不是我的 因为老人家肯定想给你 去家里拿这些东西 老人知道吗 老人都 老人进医院都已经 确诊了 都不是新闻能力人了 就是说他们 确确实实是 在老人住进医院 没有行为能力的时候 三个孩子都出现了 都出现了 以前能说话的时候 谁都不敢出现 在听您说话的过程中 自始至终我会觉得 您是这个家庭的 女主人的口气 不是 我希望老的有个归属 有个好的照片 就是我的感觉 好的照片 我感觉您是这个家庭的 女主人 让我爸所有的事情 给他盘卖好 处理好 他也依赖我了 他把我爸爸的存折 外边出去 买东西 他给交钱 我只要出去 跟他那个 单位去报销药费 他一半家都得 给我打好这个电话 到哪了 回来没有 办了没有 我办完了 我都赶紧跟他打个电话 我都办完了 药费报完了 我再都往回走了 那好 我的家等多年吃饭 我不是叫那个 邻居张阿姨 跟他热饭吗 他阿姨都不说 不行 我办不了 我热的饭 他不吃 他依赖人 依赖你 离不开你 看你你就会快乐 对 他依赖 这样吗 他依赖我 就跟我 我都是 我也是 我从小没有父母 在身边 可能是 我也依赖他 你觉得累吗 累什么呀 都把个人当 把他当亲生父亲 似的 他便秘 每次都是 我都是 他解不出来 每次都是 我都拿手来抠 我大姐在那时候 我大姐帮我 您对老人 肯定是真好 要不然的话 老人不可能 给我把这个钱给您 这个我觉得是确实的 但是呢 就说您拿了钱以后吧 您的这个状态 可能是人家家人 接受不了的 比如说 您就一上海说 那老人给我的 凭什么不拿呀 给我多少 我拿多少 这话一说吧 我就觉得我们作为媒体 咱还得公正公平 你一说吧 就让我们 本来您也是一个 值得同情的人 您自己身化癌症 说实话 我们也觉得 不敢说太重的话 因为毕竟您也是个病人 但同时呢 这事儿 您想想 如果你们家老爷子 离开之前 说把钱都给了一个外人 您的心情是如何呢 如果我要没进到下午 我不应该得 而且我们会发现 这位三儿子 人家还真不是说 一点没做 人家 人家在关键时刻 也都出现了 对老父亲也挺好 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这房子最早是人家花那个钱买过来的 那个年代三万多也好 六万多也好 跟现在的可不是一个钱 我现在从我现在看到的东西 也许从法律上 从现在看到的东西啊 也许您是能站得住脚的 但是 您得让大家心里站得住脚 我不知道我说这个话 您能不能接受 孔曼一再提醒我 说您要根据法律做事 问题是我觉着 我们要考虑所有人的接受程度 如果我是他的孩子 当然我可能会对我的父亲更好一点 但同时出于各种原因 也许我没有尽到那么多责任 但是最后 爸爸在临走的时候 把所有东西都给了一个人 所有 他只有这一个房产 对不对 给了你一个人 你想过没有人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他们的心情呢 另外 就是老人家 这您照顾这15年 这个15年是从第一天开始 就是他的生活就需要你来照顾吗 不是 好 有多少年是需要您照顾的 从06年开始05年吧 得个老中风 嗯 那好 从05年到现在是8年的时间 其实就这8年 基本上您需要是全职照顾 对不对 所以 这8年的时间 那么您拿走家里面 170多万 那么孩子们会认为 我如果雇一个最高级的人 工资一个月 5000吧 5000一年6万 8年6848万 对 是不是 您拿50万已经非常高的工资了 你拿走200万 你不觉得这是不是多了点呢 我并不是我自己要的 你不要强调是要还是给 关键是你觉得如果你要是有一个爸爸 有一个人照顾完之后 他拿走的是200而不是50万 你会生气吗 不生气 我只要没孝敬 我不应该得 也就是说 你跟这个老人在一起 就应该是 好几万一个月的工资 不能这么说吧 嗯 你现在就是这么做的 而且老人也是按照那个 他离开之后留给他太太的那个态度给的 叫不然他一定会给他孩子 再不笑他也得给他孩子留点 嗯 我觉得人呢 不一定男女之间的一块 不一定都是那种关系 我没在事 我都在这个 根本的没有 嗯 我觉得很纯洁最好 那就这样 每个人都会有角色 这是我们总经理 这是副总经理 我是一个 穿搭室 我负责 呃 接收邮件等等 我这样的一个工作 那么到年底之后啊 我就觉得这个公司是有我的工作成果的 那么我一定要跟总经理和副总 不仅要一样 而且我还要比他们得的多 您觉得我提这个要求 合适吗 这位女士我想问你 您觉得您是一个有心计的女人吗 没有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您确认您是一个没心计的女人 对吗 那么在你们去卖房子的时候 呃 您带老人家去做了一个精神鉴定 为什么 那是房主 他怕他那个儿女们闹 那也就是说 人家买房子的人也觉得这不正常啊 所以说他都知道他们家儿女不讲理 所以说买你的房子 是这样啊 这位女士 您还真别说人家儿女不讲理 就刚才这一段 我没觉得人家儿子有多不讲理 咱们得拿出证据来 对吧 反倒是儿子拿出了很多的证据 证明了是您把钱给挪走了 是啊 如果我这个孩子 那老人他都 他都不分给他们 我认为他该拿 我真的认为他该拿 他只是不愿意把该拿的理由承认 老人绝对是想给他的 一点都不想给孩子 这是肯定的 所以我再次刚刚跟他确定 老人什么时候得了脑梗 可能是05年小中风 05年什么时间 可能是开完大会过后 我们开完大会过后 三四月份 我领的 对 我领的他上 他们单位去开了个会 吃完饭出来 就发病了 所以其实我们手里边拿到的这位女士 2005年10月3号的时候 父亲就曾经写过一份遗嘱 2005年啊 大家想想 这份遗嘱 你能知道吗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夏女士的这份遗嘱 是老人早在七年前就写好的 而这份遗嘱的内容是什么 遗嘱上是这样写的 我去世以后决定把 哪一个哪一套楼房 你跟我说的是80平米 这上面明明写的是97平米啊 他阳带现在不算了 他那个算 你好清楚呀 他卖房子里 这会儿全身是81.6吗 郑宇 这位女士永久为业 因为七年来她照顾我 分文没给 以此为报 儿女见字 一力遵守 父亲遗嘱 不得争议 不公正也有效 再找老伴 遗嘱不变 不公正也有效 这份遗嘱可以说明 2005年的时候 老父亲心里边就已经想好了这件事 那么在那个时候 他们的孩子们做的怎么样 我们不敢 不敢想象 但是起码那个时候 老父亲对你感情很深 一年中大部分时间 或者90%的时间 您都是跟老先生 呃 在共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 对吧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过年过节 您都是陪老先生的 我觉得这一点 非常感谢你啊 要不然 儿女不来 老先生得多孤独啊 是不是 好吧 那您休息一下 我听听他的儿子怎么讲 先生 再次见面 请坐 好 谢谢 哎 哎 你哥哥姐姐为什么跟父亲关系冷淡一点啊 没有特别冷淡 那为什么过年都不去啊 那是他说 我有照片 一块堆到照的照片 过年过节的 嗯 我带我儿子都去吗 不是 你 我说你的哥哥姐姐 我没说您 他们去的少 嗯 这我承认 为什么去的少啊 为什么啊 第一 我哥经济条件很不好 天哪 你听了啊 他有时候去 给老头 带一点点东西 他本身肾脏切除了一个 姐姐呢 姐姐呢 姐姐 不能说每月都去 但是也经常去 因为他在管那个猫 为粮食什么 做的那个的 也就是说 姐姐管猫比管你爹管的多 这是您说的 这是您刚说的 没有 连猫都管了 所以先生 他肯定不管爹呢 先生 是这样啊 是这个意思 他们俩在陪爹过过年吗 他们俩陪爸爸 过过年三十吗 过年三十 对 没有 最近这几年没有 都是我陪着老爹去过 那您还给他们找理由 过年都不陪老先生过 现在过年 我不知道你给他们找理由 其实你心里挺 跟他们有多么不好 我相信咱们心照不宣 他们三个都不合计 您觉得这位家政服务员 从头来 他是奔着什么来的 您认为 刚开始 他是家庭生活有困难 奔着这个来的 嗯 现在 当时他的生活出路 很不理想 你抱着这个目的 在我们家 可以晚上睡一觉 不用到外边去租房 这个目的来的 这个我觉得 这位先生基本客观啊 为什么呢 那位女士当时也在说 她外面还有其他工作 对 那我认为 她既然有其他工作 为什么还要兼这样一个职呢 可能就想 没有地方住 那我们可能给 给一个住的地方 您认为老父亲 写了一个遗嘱 2005年啊 说这些年来 分文未娶 您觉得是真的吗 我觉得不是 因为我们在外边 去吃饭 也好 去买东西也好 有时候 他是直接给掏钱 不是我父亲在掏钱 那也就是说 老父亲的钱 基本都在他手里嘛 他在管 嗯 是吧 他怎么花 您觉得父亲 为什么那么信任他呀 那么信任他 那可能有暧昧关系呗 他糊涂 啥鞭呢 要没那样 谁能把自己的钱 交给一个人去保管呢 您就没给你爸爸找一个年龄差不多的老伴呀 哎呀 我跟你讲啊 你讲实话啊 实实在在的说 嗯 我母亲去世一年多 我给我父亲找了一个是家具店 做家具的啊 老板 他们交往了大概有一年 突然就吹了 为什么呀 不知道 交往了有一年呢 你接着听着啊 没多长时间 别人又介绍了一个 主治医 这不也挺好的吗 其中这个老军医 带着我父亲 全国 医疗 这多 这时候 萨云在哪 让他自己说 真说出口了 您 后来完了以后 他们回来了 换家具 嗯 马上就要结婚了 假如现在他是跟这位老军医结婚了 嗯 然后呢 现在爸爸说我把这个房子给这个老军医 你介意吗 我不介意 然后怎么这都要结婚了 怎么又黄了呢 是这个老军医跟我说的 嗯 他和我爸爸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夏云就过来了 坐在沙发被上 摟着老爷子的头 说舅舅啊 舅舅啊 我这辈子我一定伺候你到死 老军医能接受得了吗 我没那么不要脸吧 嗯 我父亲啊 哄他 哄不走 最后不了了之 全杀 没有没有没有 完全是无敌的杀 再有 有一位林阿姨 在这 在这 林阿姨 林阿姨跟我们认识了有二十多年 跟我妈妈都是好朋友 嗯 当我爸爸向他提出这个爱慕之心 嗯 爸爸向林阿姨提出 对 嗯 然后呢 这时候我林阿姨就对小夏的所作所为 嗯 非常反感 然后呢 这时候我林阿姨就对小夏的所作所为 嗯 非常反感 啊 这时候我爸爸又要把他哄走 后来他说我没家住啊 这样吧 在小院里盖间房 就花了三千块钱盖了间房 他也不走 嗯 林阿姨看着这种情况 我怎么能跟你带一块堆啊 又吹了 林阿姨来了 来林阿姨 林阿姨好 您好 当时您是 确实是跟那个老先生准备谈恋爱了是吗 也就是他妈 嗯 去世了以后 嗯 我当时跟他妈 我们都关系好的很 他妈去世大概第二年什么 他爸向我提出 嗯 意思说你人这么好啊 咱们一起啊 嗯 提出 他爸还怎么说你知道 你假如同意的话 我把房子都写给你 东西都给你 我说我不能要你的东西 就那个时候女士出现了吗 那时候 当时没有出现 你们俩是因为这个女士黄的吗 您就直接告诉我 这个黄不黄是这样的 他当时说 呃 提出这样 我说那小夏在 我怎么跟你在一起啊 当时是咱们 说实话 开始一开始不可能 爱没关系 后来是真是爱没关系 全是瞎坏了 您确认吗 我确认 您见到过吗 他们的关系就不正常 我没那么不要脸吧 您见到过吗 我去他家我明白的很 这个咱们都是女人都知道 但是小夏跟我说过这一话 他他跟我说在就是在他那个门口 没进屋的时候 他说呃 意思说呢 我当保姆 多少人 我以后一定要得到他的财产 您阿姨在说假话 您阿姨这么大人了 几十岁了 您确认他们俩的关系一定是 不是普通的 后来我觉得是不是普通的 他再次 我怎么进去 我说假如他走了 我可以 他说他一定要住在这 你怎么这么那么瞎说了 那就是说老头特别听他的话 对吗 对 他就把他弄得转 弹弹转 你急点得吧 明白了 好 那也就是说 其实在这件事彻底出事之前 大概对于这位夏女士 这种想法是司马昭之心 人人皆知 对不对 对 那你们怎么不早点行动 你为什么不对爸爸好一点 让爸爸给你写一份东西 不就是了吗 爸爸给我写了 爸爸真的给您写了吗 真的 来 把夏女士请上来 夏女士即将登场 此时王先生提到的父亲 写的东西是什么 而夏女士是否还有更有力的证据 进行反驳呢 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请坐 那位阿姨您认识吗 林阿姨 认识 当时林阿姨说 想这个父亲向他提出 这个在一起生活的时候 您住了人家家呀 我没听他说过 他跟他提出还没关系 你也真能编 真无耻 谁无耻啊 咱们有一个扶持的 你编人家干什么 你冲我来 冲你来干嘛 他他胡说八道 你才胡说八道 你才胡说八道呢 我告诉你说吧 林阿姨 我叫你成阿姨这么多年 你说我对你怎么样了 就这么意思 这位女士 你别冲人家来 来冲我来 来阿姨 我根本都没有对你 没有什么看法 哎 冲我来 请问 人家是不是跟一个老军医 这个全国四处游历了一番 有 那后来怎么又黄了呢 黄了那个 那个徐阿姨告诉我 他不能说的事 他说他没跟王宾见过面 就这么一句 你们家事不参与 这这这不符合逻辑啊 他说那个徐阿姨告诉他 说我把他叫黄的 嗯 徐阿姨说 根本我都没跟王宾见过面 我怎么跟他说 是你叫黄的 嗯 我都去过徐阿姨家 我姐也去过 现在我就能领你去 行 是不是 去过 我是 别在这 我承认你 哎 又承认了 我承认你去过 但是没吹之前 你不是说他没见过吗 不是 吹了过后 哦 那好 我再问您一句啊 当时您什么原因 一定要住在人家家里啊 不是 我一定要住在他家里 因为我在他们家里 他们跟他跟徐阿姨 那个 呃 谈恋爱嘛 然后徐阿姨都带他的外地去了 然后把房子住出去了 不是叫我看家吗 我就住在阳台上 阳台上不是安的一个 床 你还不赶紧回去陪你老公啊 我 我看着 又不给你钱 你干嘛给人看家呀 不给你钱 你给他看着 你不陪你老公 纯粹胡说八道 可是你这个生活逻辑完全错了 就是 不给你钱 你还要替人家住在阳台下 看住房子 然后不陪你老公 你是不是跟你老公感情有问题了 没有 没有问题 你不陪你老公 你看房子 那你就是盯着这套房子的 你就是不撒手 你住在这房子里 你就踏实 那这是怎么解释呢 您跟这位林阿姨说过吗 那早晚要把这房子弄回来 没有 林阿姨 我审 等一下 来 咱们俩还谈到这么深 没交情那么深 林阿姨 这位女士说您在撒谎 我跟你打个交道 你在这个门口 你跟我说的 这是你给我亲口说的 那时候很早 但是你也不知道我们的关系 最多见个四次面 你知道吗 最多见个四次面 四次不止 没有跟您那么深的交情 不会跟你说 我没撒到那么程度 我 我 我没朋友 你说这样干嘛 你还 你还 撒谎 王先生 听说您家里边还有了失窃的事件 对吗 对 失窃 丢什么了 谁偷的 小偷这就抓着我 就坐在我对面呢 他在今年的五月一号辞职以后 又是上这边的张阿姨家 骗取了我们家 给张阿姨浇花用的这门上的钥匙 把这些东西拿走了 张阿姨切眼所见 你看这我们祖传的一个佛像的佛刊 连香炉都给拿走了 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那个大家上这边来看一下 这里边搁的是有两个保险箱 保险手机箱 被撬了 当时就说 现在这样一直上着锁吗 原来一直上着锁 你看那钉子都出来了 拿着改锥撬的还扔到这 我现在打开这让你们看一下 你看看这个保险箱 两个保险箱 是吧 现在打开里边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你能说连这种柜子和保险箱 一块都给撬开了 都撬开了 里边有136万的理财保险 拿走了 我爸爸的金表 手势 包括我妈妈的一些手势 都没有了 都是一些贵重财产 在这边搁着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 还有一个小金服 这个小金服是搁在这的 你们看这还有底印呢 邻居张阿姨亲眼所见 在这的搁着的 是您拿的吗 金服我没见过 我也不算是偷 就是那敲柜子不是我敲的 如果我这个柜子 还是我定理书 其他东西是您拿走的吗 佛是一个观世音菩萨 是我跟老人的官员请的佛看 那我请了我老公那儿来了 我因为在西院医院住院 我回建交太远 坐好这个小时 就是拿回家去了 拿回家去了 给老人起伏的 你应该送到老人那儿去 拿你老公那儿去 拿到老人那儿医院能够吗 是不是你老公让你说差不多了 该去拿了 不是 那什么你拿走了 什么保险还有理财 保险是他亲自给我的 8月11月28号 他爸爸病危 带着我拉着我上宴江 去打开柜子 我的保险他给我了 小夏这是你的 给你拿走 给你你该有的你拿走 把电脑搬走 我先不搬 电脑幸福没搬走 搬走有时候我偷了 他把金表两块拿走了 把那个盘子弄盘子 拉走了 那我能不能理解是你们俩分赃的 不是分赃的 那不是分赃是什么 你们俩分赃不均 最后这还有俩呢 没分上 我们前期采访的时候 录到这样一段话 我们来看一下 你能拿的什么东西 拿的这个 拿的这个车是吧 拿的这个车是拉的 拿这个车 当时装的装的就是衣服 对衣服两串鞋你想想 还有个官司音符的 你俩能做多少东西 可以拿什么值钱的东西吗 值钱的东西都已经 王宾那天都翻全翻完了 你看这个 啊 就是这个官司音符的 啊 真的拿了这个东西是吧 对 因为我老上乡啊 完了那天他好说看着你拿了 拿了佛 拿了佛是吧 对 所以拿了佛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 就是那个佛看里面 当时是您跟老人一块买是吧 对 这官员是我们家 大概多少钱那个价值 嗯 佛是80块钱 佛看是50块钱 一共价值130块钱 对 那小金佛呢 不知道 确实不在您手里是吧 两块金表在您手里吗 没有 保险是您给他的吗 我没有 你简直太胡说八道了 你小金表 两块金表 老字插嘴 插什么嘴啊 我我自己的表雷达表 我什么表都有 那一块表是老的 我爷爷给我爸的 一个老梅花金饼 哪去了 拿走了 您二位谁在贼喊抓贼啊 就是他 好吧 那您既然这样说 我们来听听邻居的正眼 拿东西那天是您也在的 我看见了 哦 就是老头那佛 菩萨 拿走了 就 把他拿他点衣服 就他那买菜的小车 都满了走了 他拿其他东西说 其他我哪看得见 我也不知道 也就是说他那天去找您要钥匙 完了您是跟着他一块去 是吧 跟他一块去 他就拿佛了 别拿不到 我哪知道 当时他拿的时候 您也没问问他 为什么要拿 问他 他说这佛是他老头他们俩买的 我有权利拿走 张阿姨确认您把小金佛拿走了 小金佛都没见过 我都没见过 他到底说的佛还是观音 他说的 我就拿了一个观音 他说的是一个观音一个佛 都是这位女士拿走的 没有就是那个观音 那就拿个 就拿走一个观音 就这么拿走 好 那也就是说 您找了张阿姨 然后去拿这个东西 对不对 因为我走的时候 把钥匙交给他了 我的钥匙给他了 您觉得老人家该不该给您这个钱 现在是200万还是170多万呀 170多万 您觉得该不该给您 拿到23万4 您认为是多少钱 212万 你有证据吗 有证据 这200万有证据了吧 这一不这是170多万 不 嗯 就刚才我拿这些单子 嗯 200万 你帮我去呢 你从我身上 你少说话 嗯 我跟人说话 有你什么事 就我有什么事 啊 就我的事 啊 怎么了 当贼还得冲过来了 啊 谁在当贼啊 你 谁让你不去进校了 我告诉 我不进校 哎呦喂 我告诉你 我已经拿到了 送你去法院 行庭 加民事诉讼的 通信证了 你要的那些东西 都没有用 包括你给这几位先生干的 通通都没用 一张废品 干 为什么 因为我父亲 我跟你讲啊 这里边热闹大了 在8月初张阿姨 就这张阿姨 很纠结 终于跟我说了 说你们家东西让人拿了 说是小夏来 把我这个钥匙给拿走了 而且他不还给我 完了你们家在丢什么东西 他找我来 我可没责任啊 我哗一下就去研究了 检查 东西都没了 我马上回到西元医院 跟我爸讲 我爸就跟我说 当着六个人的面 报案 告他去 你信吗 不信 可以吧 不信没关系 你为什么不信 不信 因为你认为老人家 一定不会这样对你 不会这么说 王先生 此时此刻 我不知道 您刚才说的话 没有法律效力 您说 之前 爸爸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相当于爸爸也是受骗者 对吗 对 但是爸爸确实写了 这样东西要把房产给他 移政抚养协议 我认可 嗯 知道吧 全区律师知道 移政抚养协议 是可以折交的 嗯 是吧 当然 我们认可 从09年吧 嗯 9月5号 到这个今年的5月1号 你下云 按照移政抚养协议来讲 你不能动用老头的一分钱 你应该供养老头 养老头 老头看病 你应该拿钱去给看病 我这现在报不了销啊 我很为难啊 13万多 报不了销 上次是19万多 我差点给人家跪下 到这个月 我没有办法被迫 跟大夫说 100块钱以上的药不要开了 你没有钱吗 我没有钱 但是我们供不起啊 我一个月 2000多块钱退休工资 我父亲一天打两针 就是2500 您拿19万除30 您算算 我们供得起吗 他那有钱 他那有感情 他为啥 人家说了 我去要佛去 我有录音 你想把月告我去啊 比我还厉害呢 多牛气啊 这位女士 那我觉得这 刚才我也看了那个 您的元件啊 那么老圣写的也是 您要给他养老送中的 对啊 我们没有端过 那他现在没有药费的 您要出啊 我没有没有断过去看他 他现在没有药费了 您得出啊 他的工资他拿走了 不不不 等会等会等会 人家的药费是31万 他公司有31万吗 现在每个月都要19万 他现在是什么呀 现在那个 您直接回答我 他药费没有了 你为什么不给 他没有了我都给 现在就是没有了 我们去医院调查过了 还有一个 那个大夫都说了 你可以的大夫说 他不不跟他瞧了 叫不叫跟他用药 以后要用什么药 告诉他 他同意得用 不同意不要用 您没回答我的问题 我们去医院做了调查 人家的确报不了这么多 现在的确老人家治病 要钱 那么这个钱 我认为是老人养老的钱 您认为呢 是 那老人如果再需要花200万呢 拿出来 很好 那要您既然这样说的话 我觉得这就有有谱 那您就直接拿出来不就得了 咱们就都简单了 对 我得问问他的钱 那20多万拿不拿出来 不要先说那20多万 你就说你刚才说的 你这个说了 你这个是媒体 这个是录着相的 老人要需要200万 你拿出来 你的原话 是吧 对 你要拿出来 可能大家一直在关注 这个所谓的移政抚养协议 往下来听着 这边其实在我说来已经废掉了 嗯 为什么呢 这里提到的是一个房子 在老人家去世以后赠予生效 对 房屋产权开始转移 对啊 但是现在这10点房子没了 已经卖了 那么已经卖了变成钱了 对于钱怎么处置 这个钱是谁的 该怎么处置 没有任何文字的东西 好像没有新的约定 老人家没有做新的决定 你有决定吗 有 给我看一下 嗯 对吧 此时我们看到夏女士肯定也很着急 老人会有什么样新的决定呢 我我不着急 你不着急 你要不着急 你就是着急了 你要着急就是不着急 还有我附近的声明书 您觉着这位先生拿来的是什么东西 我不太清楚 假如他拿出一个东西来 证明这个钱是他的怎么办 我自己觉得他住院从去年七月份之前 两年没见过面 您只要回答我的问题就可以了 嗯 假如这位先生拿出来一个证明 证明这东西是他的 您打算怎么办 看吧 看个 您打算怎么办 我的任务 我同意 这里 首先我给您读一份声明 本人 王先生 王老先生 2013年8月8日 写下了如下声明 8月8日之后 你见过他吗 我一直都在见他 好 没有都见到过 那他有没有跟你讲过 他写了这样的一个声明呢 没有 他不能说话也不能表达你 本人 谁谁谁声明 王老先生声明如下 我所请的家政服务员夏女士 在工作期间 我定期为他发放工资 他病重期间 给了他无私的资金帮助其治疗 他已在2013年5月1日提出不 不干回家治病 我同意了 我跟他是雇佣关系 没有男女关系 他是有老公的人 他老公也来过我家 等等等等 然后说夏云偷窃我的钱财 物品是非法的 请有法律制裁他 追回我的财物 这些是老人亲自说的吗 当然 当然 老人没有表达你了 几月份 他按了手印 8月8日 那手印他 他已经录成了支付人了 没有 好那您认为没有 那陈律师继续 嗯 因为现在有一份 律师见证书 只有两个有职业资格的 专业律师 见证的情况下 这我刚才的材料已经都看了 嗯 老人家呢 印记了一份遗嘱 嗯 这有一份遗嘱 对他的财产情况 做了一个安排 在您说这个安排之前 这位女士肯定认为 老人家根本没有表达能力 怎么会呢 我先请您看这两句话 再请陈律师来说 你干嘛老提小夏小夏的 这是怎么回事 你告诉我 小夏的 先 偷走了 你一点儿不怕 你是说小夏把钱偷走了哈 他说的是小夏把我的钱偷走了 这里是两个律师对老人家的一个询问笔录 其中有一点啊 他因为核心意思要立一主了 然后这律师去见证 然后律师就问他 你是你你是怎么安排的 然后他就说他把这个钱怎么怎么分 我一会单说啊 然后律师就问他你头脑清楚吗 立一主是自愿的吗 这个老爷子就说很清楚 立一主是我自愿的 这个应该这是个福音件啊 一个老爷子签字有手印 这个是福音件 我全球对他真实性 我保留意见 这个是有一份遗嘱啊 然后呢 我也让你看这应该是原件了 第一个财产情况 老人家说 本人于2013年8月8日在西安医院住院部 二楼食病区 肺病科三十一床立下遗嘱 对本人所拥有的财产做出如下处理 一财产情况 财产情况 我所有财产均分三份 给我三个儿女 卖方共计二百万元 英方的原先由 跟你讲这位先生 出自购买 他应得 应多得五十万元 也就是说老大五十万元 老二五十万元 老三一百万元 这是财产情况 然后又讲 这个财产现状 说前保姆 夏女士 借取我存款 交由 这个老三 这个老三王先生来彻查 追回所有财物 并追究他所有法律责任 向公安局报案 追究刑事责任 三 注意啊 这最重要 撤销对夏女士的一切赠予 余赠 对于夏女士在我家工作期间的表现 对我住院近半年多 不予护理 并在二零一三年五月初 以看病为由自动请辞 而且她走前 切用大量我的存款造成我财务支出 发生严重困难 房租及生活费均用我儿 这个王先生补贴 给我身心造成严重伤害 现在我决定撤销对她的一切赠予 余赠 并追缴她欠我的一切财物 王老特别声明 本人在此明确 定立本遗嘱期间神志清醒 且就定立该遗嘱未受到任何胁迫 上入遗嘱为本人自愿 是本人内心真实意思的表示 以此遗嘱为最终遗嘱 那么我来点评这份见证遗嘱的话 根据我们的司法实践 这应该算个代书遗嘱 代书遗嘱 这里有律师律的章 如果不能推翻她的真实性的话 那老爷子所做的这份遗嘱 法律上应该会被得到认可 何欣斯你听明白了 才是怎么处理 那么这个情况就 若至于夏女士此前拿出那份遗赠抚养协议 或者以前老爷子 定的所有的遗嘱等等等等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 最后那份东西如果是真实合法 它就是有效的东西 前面所有的一切 老爷子说了全部撤销 归零了 我不这么想啊 我觉得 我觉得这位女士 你会不会心里很悲凉 不 我如果是你的话 我会觉得 我毕竟照顾了这么多年 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她不会是她的意思 这位女士 我很肯定 您肯定也好 不肯定也好 这两个是罚警 那个大夫就跟我说了 她说她想给遗嘱门 一点意思都没有那老人 好吧 这除非您能拿到相反证据 这样啊 我往往听你说吧 我说话已经很有保留了 因为我们也打过这样的官司 就是说像这样有律师见证的 他尽管 他是两个职业律师 但另外一个在继承法意义上 代书遗嘱的见证人 其中一个人是代书人 那么我刚才说了 如果他哪怕不是律师 他哪怕两个不相干的人 他非常客观的记录了 立遗嘱人的相关的遗嘱内容的话 你有没有相反证据 这个遗嘱内容本身又不违法的话 类似的军犯案件 法院会支持 我刚想问的是 我说好悲凉吧 我是说这句话 但是这位女士说不我不悲凉 我以为她说 好那我我觉得 无所谓 但她说来来说 这不是真的 这是假的 所以你现在还抱有一些希望的 对 因为她那个去年7月份住院之后 姐姐告诉我 那钱您该拿吗 她还给我就该拿 你这真的大 你手里了 是这意思吗 关键是她现在有药回去了 您该拿吗 尊重老人 好那她现在药呢 她不是行为能力的 这位女士啊 这个这不是你说 那当时给你的 对不起对不起 我这里的确要说一句啊 假如现在的确有证据 比如说病例 比如说医生的这个相关的证人证言 在8月8号那个10点 如果老人家的确是无行为能力的话 他刚才这位先生拿出的东西 所以的确是法律上是要受到质疑的 所以为什么我说的是留有余的 当然当然 其实你们俩现在肯定分析非常之大 今天我们也当不了法官 我们只是还原一个事实 究竟怎么样 现在但表现在起码先生拿出证据来证明老爷子有这样的一个意愿 我认为悲凉二字呢 不单纯是这位女士你承认不承认 我都觉得悲凉 我非常非常相信老人家当初确实是给你的 老人躺在病床上之后子女们突然出现了 你别忘了他是有血缘关系的 因为有血缘关系 于是良心上有那么一点点觉得到底是亲生儿子 再加上你不去他们可以说任何话 比如说你走了跑了骗了偷了抢了都可以说 所以说在你该左右老人家的时候 你左右不了了 你被他三个孩子左右了 他三个孩子利用了法律的严肃性 利用了懂法的客观性 他们完成了一次老人家的真实的表述 这个真实里头一定有他难言之隐 一定有他悲凉的不愿意说的话 但是你不要忘记 这个结果其实就是因为你之前算计的太清晰了 我现在手里边有2013年9月3号的一份诊断书 这份诊断书上大概是主治医生写的 说老先生现在肺部有积水 然后说他有谈什么什么的 但是思路正常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诊断书 那么有这样的一个诊断书呢 这是9月13号 您这个是 8月8号 那么也就是说他的之后 证明了之后 所以这个女士 就现在我拿到的证据而言 我觉得对你非常的无力 因为我那个他有个病例 住院住院那个去年7月份住院 就跟他鉴定了 116院的鉴定 嗯 鉴定了什么 鉴定是精神障碍 那是什么时候 去年住院的时候 那你给我一下 老带着老爷子去做这种 不是 不是 我跟他办出院手续的时候 就是需要的时候 就鉴定他没事 不需要的时候 鉴定他有事 这是医院请的 因为他 他跟他疯了似的 发疯似的 谁都弄不了他 我不晓得这位女士 现在你什么想法 因为今天会发现 我一直没有讲什么话 因为是讲什么话的原因呢 是刚才被主持人派的下去 跟这个二伯和二大妈有了一个沟通 我才知道这个二伯 还不是一个特殊的一个身份 他跟你们故事当中的这个主人文是双胞胎的兄弟 去了老人家给我说的第一句话 说就是说你看到我 就看到那个老人 但是我现在想跟你谈的是 是这样 这位女士 首先我们都都会很善良的认为 呃 在十五年前 你跟老先生有缘相识了 然后可能做了很多有利于老人家的一些事情 呃 这个善心善意和你初始去的时候 没有太多的恶意 我们基本能够认同 但是你会有发现 今天在全场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呃 几个老师我们的感觉 包括观众 几次的这个感觉 都让我会觉得 你不太去认可一些基本的层面的东西 比如说 无力不起早 人在有利益诱惑 在有很多巨额利益的时候 我们仍有想法 仍有动机 仍有需要 这是正常的反应 但是 君子爱才 取之有道 就是我们拿任何一份东西 要适当适度 你不能把一个 一个原本带有一些其他想法的东西 你在这个台上非要说声 你什么想法都没有 我想这是今天台上 之所以气氛出现一个原本 我都相信原本是好意介入 到最后才变成这样一个不利你的极面 那么这个基本的事实不敢承认 本来就有问题 那说明你心里有想法 所以我还是特别愿意散意的提醒你 在这个台上 既然我们来解决问题 要归于一个基本的诚实 你一味的防御 不讲实话 这是没有用的 可能会使你陷入更被动的境界 其二我想表达的其实 就是说你们对这个争议很大 我说一句很听道的话 法律有法律的认可我不太懂 但是我从基本的出发点来看的话 其实刚才王老师家 就这个话的整个这个话的描述过程当中 可以很显然的看得出来 是孩子们发现了你的一些不良动机 或者说由于你在这个地方做的力量过大的情况下 直接针对你去的 你看上头写的 他们已经从法律的角度 把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考量到了 那从这个角度是想我想 不是老人家能考虑那么周全的 那就是说现在人家一家人 已经完全在团结在一起了 刚才我们一直在问你一句话 或者说我们给了这样一个初步的判断 是当初由于三个孩子不够孝顺 导致你乘寻而入 那现在我可以讲 是由于你过于的贪得无怨 导致人家又归于了团结 我当初老说那句话 你太着急了 不该你拿的时候 你的动手不能太高 该你走的时候 你不走 不该你走的时候 你又不在 你要是死死的守在老头身边 就凭借他跟你的感情 我敢保证 老头干不出这事来 可是 在关键的时候 你以为你已经拿到了 走 对不起 你别忘了 法律 基本上绝大部分人多少都懂点 再加上 你看他刚才翻那本 他天天就研究这一件事 那么大一笔钱 我都研究 说实在的先生 我看见你那个动作的时候 我不一定舒服 你关心你的父亲 绝没有那一本子东西 关心的多 你别说你是最好的 从其量 你是他们三个人最好的 你们家有一个是真好 他就不会抓了这个空子 你们是 最后你们拿到了父亲 我也认为他是他真实的表达 他也知道这个东西 要是都被这位女士拿走的话 作为男人 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对儿女会有亏欠 可是儿女对父亲又有什么 该说的话呢 我认为也叫亏欠 我们生活中 为什么能发生这么多 类似的这种案例 就是我们做儿女的 对父母晚年生活 善用不到位的 让一个老人感情没有寄托 或者他有极大的不满意 以至于让这些外人们 能有各种机会 深入到你的家庭生活当中来 当然我们今天对夏女士 我们还不能下这个结论 但现在目前展现在大家面前的 大家自然已经会有结论了 因为刚才一直在说夏女士的问题 想说的就是我下去跟你的拜拜 一起沟通 第一个问题 我非常坦率地问的 我说老先生您觉得自己弟弟的三个孩子怎么样 我不知道王先生您您觉得他们会怎么说 他会说每一个是好东西 哎呦一个字都不擦 因为我问的是孝顺不孝顺 老爷子说孝顺 然后下面就是你这句话 后面老人家还说了一句话 说那三个孩子除了惦记这个钱之外 他爹的死活跟他们没有关系 这句话也许拜拜讲的重 但是刚才是您自己在台上说 您亲自给医生下的命令 你老爸从哪一天开始超过一百块钱的药 就不给用了 为什么我突然想到了 我自己也亲身经历过 我的外公83岁的时候得到癌症 我妈妈在新疆去不了 让我去带他去进校 到那以后所有医生都讲 这个老人家不适合动手术 动手术价格非常昂贵 光那个征教怎么样 我的小舅友当时说 不管多昂贵 我们卖房子要动手术 只要有百分之零点一的希望 我们要进百分之二百的墓 我当时就掉眼泪 谢谢 我觉得那是一个孩子 对父亲应该有的一种情感 我不晓得您困难到什么程度 在老人家还在 还在按你们的说法 都还神志很清楚的情况下 可以写这样一封非常清楚的遗嘱的情况下 你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可以在这件事情上 如此的下了这么大的功夫 反而在老人家的治疗问题上 要给医生交代一句 从现在开始 超过一百块钱的药不给用了 您要钱是给你们自己药 而不是药回来给你爹去治病 您让我说一句行吗 我打断您一下 嗯 这个事是这样的 上个月十九万 其中一大部分单位给报了 这个月十三万 在我兜里边 单位不给报了 我就给医生磕头 我千万不能让他出院 他说的这个医药费单位有意见 已经找我们院长 找我们主任了 您的这个解释让我心里 其实是更不舒服 我刚才讲的一个主题意思 你们可以花那么多的心思去弄这些东西 你们不如多花点心思 酬点钱给老头治病 我现在很高兴的告诉您 嗯 我父亲比原先要好得多的东西 这个我愿意听 我这么跟你说 我去了给我爸爸按摩 我今年五十八岁了 我爸爸从来没拿手搭过我的肩板 他那么吃力 回过手来 扒着我肩板拍了拍 点了点头 这就是老人的 是啊 嗯 这就是老人的 五十年都没拍过我 是 我是经常看我父亲去 我有什么办法 我都能救治他 因为他 把我们家给弄成这个样子 而且他一点善良之心都没有 拿走老头那么多钱 老头现在需要救治 我是无私拿出来了 我一个月2500块钱退休金 我光给我爸爸交房租 交律师费 交这个交那个 跑这些官司 跑了将近5000公里的路程 我花了多少钱 我不说 因为那是我父亲 我必须救治他 现在此时此刻 其实最难过的 不是您 一定是那位夏女士 谢谢 他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去照顾一位老人 我觉得如果 如果后面没有这个钱的事 我们会觉得他是一个 荣门高尚的人 即使有了这个钱的事情 我认为他对老人家 当时也是真诚和真心的 这点我相信 王先生 您应该承认 他的确对老人家不错 对不对 对 所以从这一点 您作为一个儿子 您应该对夏女士呢 表示感谢 对 就从这一点来说 同时 我谢谢他 对 照顾我父亲 同时 我觉得在你们追回这个钱的前提之下 我觉得应该有所思考 这夏女士 毕竟有十几年在你们家工作 这位女士 其实电话是您打来的 您打来电话的诉求是 您觉得现在想去看老人 不能去看老人了 对不对 其实您也很思念老人 因为毕竟照顾这么多年 他不叫我去 我也天真去 我偷了去 我觉得故事到这里 可能只能画一分号 而不是句号 因为老人家现在还在医院 我倒觉得先生 您要做您哥哥姐姐的工作 就说 我们不能 王老说一句 不能赶尽杀绝 做人哪 咱得厚道 是不是 你要做你哥哥姐的工作 首先 我们谁都别说 咱先把钱拿出来 给老人治病 我觉得这是当务之急 就什么都别说 别说谁分多少 你们觉得呢 今天 这是老人自己的钱 他这一辈子就这一套房子 现在卖了 他自己享受不了 别人都别享受 给老人拿出钱来治病 您同意吗 我来的时候 就说了 拿回钱来 全哥的住院部 很好 救治我老父亲 这位女士 现在饭都不叫他吃 一年一个月都给他三斤鸡蛋 你瞧瞧你那份德行 我现在再说一句 就在大家都以为 现场的紧张气氛已经趋于缓和之际 双方又突然发生了争执 就在此时 王先生又爆出了前不久 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 在七月份的时候 拿了一罐胶原蛋白 是我父亲单位给送来的 突然我父亲中毒 妈呀 这什么地方呀 这是腰部 带炮枕 大夫说的 处理带炮枕 去你边的 我没拿这个当中毒看 后来有一次看电视 鼠腰中毒就是这样 尿血 血在我车里边 样板 最后确认是中毒吗 啪一下 刑警队来了 拿着这罐 血尿 不是 你听是怎么回事啊 他拿回他们家一瓶 过了几天 又偷着送回来了 这是我护工告诉我了 说他又给拿回来了 我说用 我就想了 拿走了就拿走了吧 我们也不在乎这点 你为什么要送回来 我就仔细观察 他的塑料封口 其中 有一个将近八粒 我在超市买的蛋白粉 拿了去 小说话 你弄了我做完了 你瞎说八道 真瞎说八道 你等着 公安人要找你了 把奶都拿回家了 我家老人吃我买的奶 买的蛋白粉 有一个 都落回家了 交给公安局 公安局验证的结果是什么 验证结果 是他下毒了吗 没有 没验出毒来 我花了三千五百块 那也就是说您只是怀疑是吧 我怀疑 因为有开口 您费这么大件一圈 说过来 我以为你拿到了他仇毒的证据 结果 你证明了他没仇毒 我马上向公安局申请复议 重新给我还验 下毒的话 他有很多机会可以下毒啊 他照顾他十五年 他有很多的机会的 钱已经到手了 人家开始了 他钱早就到手了 他零九年前就到手了 他早就可以拿钱走人了 因为他五月一号 已经辞职 我不让他再去了 你辞职了就算了 结交 是不是 五月一号是吧 就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而已 他跟你爹的感情还真比你厚了一点 我不相信 你信不信 他就是这么做的 他陪了他十五年 你肯定没他做的好吧 我觉得我比他做的更好 因为五次我爸爸病危 都是我给救治过来 关键是 您仅仅针对这五次和他的十五年比起来 你能觉得你比他照顾的好吗 我比他照顾的不次 如果你要认为你不如他照顾的好 你如果认为确实是你们的疏忽和不够对父亲好 导致了他这么一个行为 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表述 刚才这个您的二叔跟施钢老师聊了一下 这二叔我去的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他这三个孩子怎么样 他自己已经回答了 我说孝顺吧 他说孝顺 他后面说句话 他自己重复的说是三个都不是好东西 一个字都不擦 他自己也觉得二叔会这么说 关键是后面一句话你没有说 刚才我已经讲了 就是三个孩子都盯着老人家在家财产 死活是不管的 嗯 我觉得今天在这个地方 你们不是鱼死网破的问题 对 你们在这个地方应该把这件事情都当做一个惊叹号 你想前15年什么原因导致他能够趁虚而入 把200万变成了自己的财产 夏女士你要想 什么原因导致15年的付出在短短半年内 使老人家留下了这样的遗嘱 如果你们都这样想 享福的是老人家 我下去问了三个问题 一个是问的关于你 一个是问的关于他 那也是那个二大妈 非常原自原味的说的 说小夏也不是好东西 真的 说你拒绝任何女人靠近他的弟弟 这也是老人家说的 我给你解释一下 15年前 是因为他们兄弟姐妹三个人 对父亲不够孝顺 不够照顾 对你找到了一个机会和他们相处 但15年之后 老人清晰的知道 他是真想对你好 而你给他的这一切 是因为你有一个强烈的目的 所以在他看来 是你带着目的完成了这15年 于是他反水了 把钱又交回了他的孩子 但这里边我觉得还有一个法律问题 那假如当时先生是自愿给他的 这个钱已经给了还能要回来吗 现在事实上这个钱在这位女士手里 那么我们就要查 到底是当年老先生 取完钱 自动转给他帐上的 对 还是这位女士自己取走的 这性质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对 但如果现在 这位夏女士拿这笔钱 不能证明自己是合法取得 所谓的合法取得 就是老先生亲自交给他的 转让转给他的 那么 他拿这笔钱就没有 如果老先生亲自去 他现在可以反过来说 当时我是被他骗去的 他答应我跟他怎么着怎么着 所以我去 这就是会发生一个非常复杂的法律问题了 所以现在我只能把话点到为止 我第四个问题还真就问了这个事 我冲他的二白跟二审专门问过 我说老人家 我说从你们跟因为他 白白老师他弟弟关系很好 我说从你们的感觉当中 老先生有没有从心里跟你们聊过 自愿的因为他好 愿意把钱给这个夏女士 结果最后回答 老太太说 其实这个小苏子曾经找过 他们俩表达过一个愿望 想把这个他的钱 还以自己的名义 托改给他这个弟弟 让他弟弟帮他保管 刚刚表达过 回去以后一跟你商量是黄了 这也是那个二妈这么回答的问题 想把这个钱放在你的白白手里 帮他表输 对不起 叔叔手里放的保存 但是回去跟这位女士一商量黄了 确实没有实施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 陈律师带两位我们去交流一下 怎么取出钱来 我们来给这个老先生来治病 先拿钱来先给他现在的救急 那么这位女士如果您觉得说 好我今天我还是不愿意拿出这个钱来治病 那么我就想告诉您老先生等着钱要治病 咱们怎么办 在观察室内 陈旭律师就双方的矛盾 在法律问题上进行了讲解 并同时被二人草拟了一份协议 本协议各方经出门协商 就现有甲方保管的以秉丁之父亲的现金 多少万元 组织问题达成一致如下 一在本协议签入之后多少天内 这多少天你们商量 由甲方先行筹集三十万元用于这个父亲治疗费支出 这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 甲方承诺他承诺 所有由其保管并可实际变现的资金 首先无条件用于这个父亲治疗 生活支出啊 第三 如是吧 如你们这个父亲 百年以后甲方保管的资金尚有结余 本协议各方同意按照各百分之五十的比例行分配 啊 四 你们三方承诺 在甲方能够完全按照本协议 第二条约定将由其保管的资金交付出来用于父亲治疗生活费用 其一部分能一约分配 啊 这样的情况下则撤回就此事向司法机关的控告 核心条款就这么几条 对于陈旭律师的这份协议 二人达成了基本共识 并在草拟的协议上签了字 为了慎重起见 陈旭律师表示 回去后将起草一份更为严谨的政治协议择日签署 双方并无异议 在栏目组和专家老师的努力下 双方当事人终于达成一致意见 但令我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节目录制后第二天 夏女士联系到栏目组 她对王先生所持新遗嘱的真实性产生质疑 不愿签署最终的协议 对于当事人出于某种考虑改变初衷的做法 我们表示尊重 但在此也要衷心的奉劝夏女士 要理智的对待此事 通过协商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也希望老人的子女们积极行动起来 竭尽所能为父亲治病 对于王家的这起事件 我们栏目组也将继续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övordan 优优 准枪 程度鎮弹